霸天武魂 第2181章 天才 他根本不配 作者 千里牧尘 莫飞宇 你以为我只是你砧板上的鱼肉 随意可以被你做成菜吗 等着吧 我不仅要击败神使 周吹 还要击败沈冲 击败你 我让你那傲气 彻底被踩在脚下 天才 你根本就不配 凌霄见过的天才太多了 即便是曾经的敌人 天海霸徒 凤飞夜 哪一个都比莫飞宇天才得多 区区莫飞宇 算个什么东西 他凌霄岂会畏惧 盘西坐在那里 体内动天原力不断冲击着下一个修为的臂长 感受着莫飞宇带来的压力 凌霄的斗志变得愈发强大 反复冲击了足足十分钟的时间 终于一举突破 一转半步阴阳镜 终极力量 单纯从修为上来讲 相当于六层力量修为 但是却要比普通六层力量修为的舞者 强大得多 当然 即便是现在这种修为 面对那莫飞宇 也是绝无胜算的 不过灵霄能看到 莫飞宇等人 已经离开了 这苍茫的血缘之上 就只剩下他一人而已 对了 还有那些被莫飞宇追上 并且残忍杀害的考核成员的尸体 以及那些山贼的尸体 他缓缓站了起来 看着手中刚得到的两枚储物件 一枚是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少年的 这里面应该有齐妹妹的线索 他打开储物件查看了一下 除了一些零食之外 还有一幅画像 画中人清秀可人 一看便知道是个美人胚子 但年纪实在太小 估计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 旁边有这女孩的名字 冯如 放心吧 在八仙山这段日子 我会帮你照顾好你妹妹的 不过以后可就没办法了 毕竟我不太可能一直待在这里 灵霄将这枚储物件收了起来 然后又去查看神石的储物件 里面除了大量零食之外 还有足足五百个魔种 这些全部交给八仙山 灵霄觉得太浪费了 他打算待会儿出去了看看情况 只要交纳足够过关的魔种就行了 剩下的完全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他朝着传送阵的方向走去 此时八仙骏城郑东关爱 已经有不少人坐在那里休息 几乎每个人脸上 都透着劫后余生的恐惧感 莫非与那个疯子 简直比血枯寨的山贼还狠 近去九十个考核成员 出来的只剩下三十个左右 其中大部分就是被他所杀 林茂皱着眉 看着这些人的情况 不由问旁边的沈冲道 难道真如那林霄所言 这些人被血枯寨的山贼埋伏了 这个林茂 便是跟沈冲一起负责这次考核的那个年轻人 沈冲摇了摇头道 也许吧 但那也是考核的一部分 他似乎对这些人的生死 根本漠不关心 反正三大家族的年轻舞者 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显得很兴奋 也很自信 至于那些偏远小镇的舞者 他根本就漠不关心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 自己的弟弟神使 这血色的传颂阵都已经快要到时间了 可还是不见神使出来 沈大哥 你不用等神使了 他已经死了 周吹忽然站起来说道 你胡说什么 沈冲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我可没有胡说 神使被那林霄卑鄙暗算 死在了血枯寨中 连得到的魔种也被那林霄抢走了 周吹大声说道 什么 沈冲暴怒不已 他人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兴许也死在里面了吧 周吹巴布的林霄死在里面呢 这样一来 他就不用担心了 其实他也奇怪呢 莫飞宇明明杀了林霄 却非要说林霄没死 看起来那位飞宇大哥 也是看走眼了呀 就是嘛 区区偏远小镇来的舞者 怎么可能那么强 就算能杀了神使 也断然不可能在莫飞宇的攻击之下存活的 该死的混账 他最好死在里面 不然的话 我一定要将他扒皮抽尽 沈冲愤怒地咆哮道 其实考核成员们都知道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但有的人是不敢说 有的人则是不想说 反正事不关以高高挂起 三大家族的舞者 都冷漠地 看着那渐渐消失的传送阵 不由暗暗冷笑 那个灵霄实力倒是不错 只可惜真不懂得做人 得罪神使也就罢了 居然连周吹也得罪了 还惹恼了莫飞宇 这不是找死吗 他们出来的时候 莫飞宇还没有出来 所以他们相信 灵霄现在还没有回来 肯定是被莫飞宇杀了 莫飞宇那种性格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容许得罪 他的人活着的 这个偏远小镇来的天才 在这里要羡慕了 那小子还真是好运气 竟然死在了里面 沈冲咬牙切齿地盯着 那已经只剩下淡红色的传送阵 实在觉得非常不痛快 灵霄杀死了他的弟弟 应该他亲手将其斩杀才对 死在山贼的手里 倒是便宜了 不过就在此时 那淡红色的传送阵中 突然窜出了一道深意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盯着那传送阵呢 这道身影的出现 令所有人都吃惊不小 尤其是那三大家族的人 简直不敢相信 灵霄这家伙 居然在莫飞宇的追杀之下 还能活着出来 更不相信的是 既然活着了 就该逃走吗 竟然还敢出来 要知道 现在想要灵霄死的 不仅有莫飞宇 还有沈冲 灵霄出来 也就意味着死亡 这家伙是蠢吗 周吹却不由打了个寒战 灵霄那冰冷的目光 让他浑身都不自在 但是看到沈冲 他便松了口气 有沈冲在 他相信灵霄那家伙 也不敢怎么样的 毕竟 这里是正东关爱 是八仙山的地盘 灵霄若敢随意在这里杀人 那一定不会被容忍的 真是好运气的家伙 竟然躲到了现在才出来 不过你以为出来了 就能加入八仙山了吗 接下来你将面临的 是沈冲的怒火 周吹冷哼了一声 心态渐渐放得平静了 灵霄踏出红色的传送阵 便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杀意朝他袭来 他当然知道 这杀意来自于谁 他冷漠地扭头看向了沈冲 随即淡然一笑道 有条狗自己找死 非要来咬我 所以我顺便把它给解决了 没想到这条狗背后 居然还有一条更大 更凶恶的狗啊 真是有点意外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2章 沈冲的刁难 小狗死了 打狗要报仇吗 灵霄轻蔑地看着沈冲说道 你找死 沈冲当然知道 灵霄说的是谁 这家伙杀了自己的弟弟 还竟然敢说自己的弟弟是狗 是可忍孰不可忍 沈师弟 忍一忍吧 这里不要随便动手 就在沈冲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却被一旁的灵帽拦住了 沈冲瞬间就冷静了下来 如果是没人的地方 他杀了灵霄也就杀了 可这里属于八仙山的地盘 他身为第一官的考官 如果擅自击杀灵霄 或许能够报仇 但是他也要完蛋了 毕竟他不是莫非语 那样的天才 不是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的 小子你等着 我弟弟的仇 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 沈冲冷冷盯着灵霄说道 如果你想死 那么悉听尊便 我可是要警告你一句 就算狗的牙齿锋利 也千万别乱咬 否则咬到了老虎 那可是会死的 灵霄现在已经不把沈冲放在眼里了 虽然沈冲依然算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可比起莫非语就差太多了 如果他连沈冲都怕 那还怎么面对莫非语 现在宣布成绩 首先是灵霄 你已经过了考核时间了 所以这第一关 你被淘汰了 沈冲讥讽地看着灵霄 他可是考官 灵霄竟然敢得罪他 将这家伙直接淘汰就是了 只要灵霄无法加入八仙山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杀了这丝 八仙山也不会横加阻拦的 你眼睛有问题 还是脑子有问题 传送阵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 那就说明 时间还没有过 你竟然说我过了考核时间 你莫非以为 八仙山是你自己家开的 灵霄仿佛看白痴一样 看着沈冲 这个沈冲 为了杀他 脑子已经不够用了吧 八仙山制定的规矩 哪里是你小小一个考官 能够随便更改的 更何况 这还是为八仙山选拔人才 如此胡搞 这沈冲绝对是气糊涂了 听着灵霄的话 沈冲脸色非常难看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 灵霄说的没有错 考官可不止他一个 还有灵帽在呢 这个灵帽 平日里可跟他不太对付 这一次考官的安排 就是故意将他们两个安排在一起的 为的是能够互相撤肘 果不其然 灵帽的声音淡漠地响了起来 沈师弟 我知道你报仇心切 但他的确没有超时 沈冲嘴角狠狠抽动了几下 终究闭上嘴巴不说话了 见沈冲不再说话 灵帽便主持了接下来的事情 把你们得到的魔种都交上来吧 数量排在前二十的可以进入第二关考核 其余的人可以回家了 灵帽冷漠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走到了登记桌前 周吹第一个走了上去 笑眯眯地交出了三百魔种 灵养也走了上去 交出了一百魔种 这两个人是最多的 接下来的八个人 都是三大家族的少年舞者 在之后的十个人 都是自愿成为周吹狗腿子的舞者 不提也罢 这些人之中 交纳魔种最多的就是周吹 其次是灵养 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十几个 最多几十个而已 其他人呢 难道你们一枚魔种也没有得到 灵帽皱了皱眉 目前竟然只有二十个人得到了魔种 其中十个人 是三大家族的少年舞者 剩下的十个人 明显对周吹一步一趋 是被周吹收买了 而剩下的 还有二十多个人 这其中甚至有三个是入室轮回舞者 居然一颗魔种也没有得到 你们三个 愿意跟我一起混吗 灵霄知道 自己要在八仙山混得好 一个人还不够 还需要帮手 而这三个入室轮回舞者 就是最好的帮手 只要他们不死 将来就是轮回进舞者 绝对可以成为他天朝帝国的顶梁支柱啊 凭什么跟你换 老子宁愿去天风团 也不受这个窝囊气 其中一人站了起来 转身离开了 在八仙山的考核之中 遭遇不公 但是索性 还有天风团 灵霄并未阻拦他 毕竟人各有志 我也去天风团 另外一人看了灵霄一眼 叹了口气道 你已经得罪了那个人 听我一句劝 不要在八仙山浪费时间了 还是一同去天风团吧 对你没有坏处 多谢提醒 不过我这人 没有轻易放弃的习惯 如果遇到这么一点困难就放弃 那可太不像他灵霄的风格了 最终 只有一个人 选择了跟灵霄一起混 这人名叫陈赫 长得五大三粗 年纪不大 身体却非常强壮 而且 修为已经达到了半部阴阳境 十层力量修为 之前在血库寨 要跟那些山贼决意死战的 正是他 灵霄对这个陈赫 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你想要多少某种 灵霄问道 不用太多 只要能进前二十就行了 陈赫回答道 好 那就给你二十个某种吧 这是目前排名十八的成绩 你可以挤掉后面两个人了 灵霄随手给了陈赫二十个某种 多谢 这个人情 我陈赫会还给你的 陈赫拿着某种上交 最后 灵霄也拿了二十个某种上交 他又不是傻子 没必要把所有的某种都交上去 这第一关排名靠前 其实意义并不大 只要过关就行了 灵霄 神使身上最起码有五百多个某种 你竟然只上交二十个 意欲合围 周吹突然质问道 关你屁事 而且神使的某种 跟我有什么关系 灵霄不屑地反问道 你还不承认 神使是不是你杀的 周吹吼道 是我杀的呀 那他的储物界 是不是你拿走的 周吹又问 你白痴啊 有莫飞雨在他旁边 我怎么能拿走他的储物界 灵霄自然是不会承认的 反正储物界扔进山河世界里头 也没有人能够查出来 莫飞雨 听到这个名字 沈冲和林茂 都皱了皱眉 在八仙山 但凡任何事情 跟这个莫飞雨牵扯到一块 都会变得非常麻烦 所以他们两个刻意当作 没有听到这个名字 他们可不想自找麻烦 灵霄 私自扣留某种 可是非常大的罪名 你敢让我们搜查吗 沈冲冷漠地看着灵霄 只要是能够给灵霄 找麻烦的事情 他都乐意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3章 飞花灭魂旨 我凭什么让你搜查 好像八仙山的考核规矩里 并没有这一条吧 灵霄不屑地说道 那你就是做贼心虚 沈冲喝道 红口白牙诬陷人 这就是八仙山的好弟子吗 你这是真不怕 给八仙山脸上抹黑啊 灵霄冷笑道 罢了 搜查也可以 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沈冲问道 如果没搜查出什么 这第二关的考核 让周吹跟我对打 如何 灵霄看了周吹一眼 透出了几分冷漠与讥讽 好 答应你就是 沈冲才不管周吹什么感受呢 反正第二关考核的对战 是他跟灵帽一起安排的 想要让灵霄和周吹打 也非常容易 搜八 灵霄大大咧咧站在那里 任凭沈冲和灵帽去搜身 最后的结果 自然是什么都搜不到的 能搜出来 那就有鬼了 山河世界里的东西 岂是沈冲和灵帽这等修为的人能够察觉的 周吹 你所说的我弟弟的除剑呢 哼 既然这样 下一关 你就跟灵霄对战吧 沈冲在灵霄面前丢了面子 直接怪到了周吹身上 灵帽也没有反对 这个事儿 就这么安排了 第二关其实很简单 二十个人对打 选出十个人 这十个人将会加入八仙山 原本定的是八个人的名额 不过那只是往年而已 今年八仙山和天风团都扩招了 虽然只有两个人的名额扩招 但依然对很多人都是非常有利的 很快 前面九个人就已经绝出来了 除了陈鹤之外 其余八个人 竟然都是三大家族的舞者 这其实很正常 要知道 那九个认了周吹 为主子的小镇舞者 在血库寨 就已经被莫菲与消耗得差不多了 而那些大家族的舞者 却基本没有消耗 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他们自然能够脱颖而出 这最后一个名额 自然就要在灵霄和周吹之间绝出 我去上个厕所 周吹看着灵霄 想起灵霄当日击杀神使的场景 心中不免寒一顿声 他不是神使 他还不想死呢 得找个办法 可以 不过你只有五分钟时间 如果不回来 就算是不战自败了 沈冲不耐烦地看了周吹一眼说道 周吹急匆匆离开 灵霄就坐在那里等着 约莫快五分钟的时候 周吹才迟迟归来 沈冲和灵霄相视一眼 都露出了一抹奇异的神色 这灵霄完了 灵霄无奈叹了口气道 不过周吹这么干 真得可以吗 没什么不可以的 你只要当作没看见就行了 反正台上的 就是周吹 沈冲冷笑道 灵霄 你帮我这个忙 日后必有重险 咱们虽然往日有点闲戏 但那都是小事 只要你不说出来 我可以把你一直想要的那件东西送给你 当真 灵霄问道 自然当真 反正这考核 不过是淘汰一个灵霄而已 别的都是真实的 上头也不会找咱们麻烦的 沈冲点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信你 你们两个 开始吧 灵霄站了起来 看着灵霄和周吹说道 周吹踏上擂台 冷漠地看着灵霄道 小子 我本不愿与你为敌 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找周吹 哦 不 找我的麻烦 你不是周吹 灵霄冷冷说道 一语道破了沈冲和灵霄 企图掩盖的秘密 呵呵 谁会信呢 我就是周吹 对方笑了笑道 好吧 既然你要替周吹受死 我灵霄成全你 杀了你 我看还有谁敢护着那个家伙 灵霄已经看出来了 对面这个所谓的周吹 是用了特殊的人皮面具伪装的 虽然相貌身材 都与周吹一模一样 但修为却高了很多 半步阴阳镜 十层力量 这是跟陈鹤一个级别的舞者 好在他之前在血枯寨的时候突破了 否则的话 今天遇到这家伙 还真是有点麻烦 你应该清楚 我跟他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舞者 趁早认输得好 不然死了 可别怪我不客气 周吹冷冷说道 你不用客气 灵霄淡然道 说话间 灵霄气息完全爆发出来 一瞬间便刺破了场上的宁静 什么 这小子 怎么又突破了 这是六层力量修为 沈冲咬牙切齿 恨得牙痒痒 他仇恨灵霄 不愿看到灵霄有任何突破 可偏偏灵霄所表现出来的天赋 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之前 灵霄不过第十栋天境修为 怎么转瞬间 就已经达到了 半部阴阳经六层力量修为了 这真的有些不可思议 可惜了 这样一个天才 却得罪了沈家和周家 连我也帮不了他了 灵霄无奈叹了口气 他跟灵霄无仇无怨 心中自然觉得有些可惜 如此天才 不能加入八仙山 却要被杀了 这无论如何 对八仙山而言 都是一个损失啊 但此时的他 却不能阻止这场战斗 为了灵霄同时得罪沈家和周家 那太不明智了 半部阴阳境 六层力量修为 怪不得你这么横 怪不得他那么怕你 有点意思 不过你真以为 凭着这样的修为 就能击败我吧 周吹也吃了一惊 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的修为 依然比灵霄强大很多 所以他不相信自己会败 我这套飞花灭魂纸 可是玉品低阶五技 而且已经修炼到了大圆满阶段 就先用它来试试你的深浅吧 不过估计这一指出去 你距离死亡 也就不远了 说话间 周吹将右手扬起 食指伸出 而后 他的背后 竟然浮现出一朵巨大的花蕊 仿佛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花 当周吹 凝聚原力的时候 骤然间近期爆裂 那黑色的玫瑰花竟然散开 花瓣全部凝聚到了 那根手指前方 仿若一片片锋利的刀刃 指向灵霄 玉品低阶五技啊 这威力 感觉比神使的暴风之音强大许多 不错是不错 只可惜 对我没多大意义 灵霄轻笑了一声 铁片剑扬起 对准了周吹 星光瞬间闪烁 落星见绝 一见星闪 那一瞬 灵霄的身影便窜了出去 如同鬼魅一般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4章 黑死狂花 灵霄的速度快如闪电 形弱鬼魅 这让沈冲和灵帽 都微微皱起了眉头 难怪灵霄能杀死神使 如此恐怖的速度 神使不死就奇怪了 速度不错 但你这一剑 威力太差 周吹 依然透出几分不屑 手指一点 花瓣飞向灵霄 你说得不错 但我的 落星剑绝 可不光只有一剑 二剑星末 碰 剑光与花瓣碰撞 剑影消失 花瓣坠落 三剑星破 灵霄的剑 依然勇往直前 不过周吹的飞花灭魂指 也的确厉害 大圆满级别的武技 再加上 其强大的修为 让这一招 轻易便挡住了 灵霄的第三剑 虽然花瓣又坠落了几片 但灵霄再也无法向前 四剑星光烈 五剑星河落 六剑星沉变 七剑星沉变 八剑星河暴 当第八剑刺出去的时候 周吹已经脸色大变 因为他那无数的黑色花瓣 竟然基本上被这剑光完全绞碎 最后一剑 九剑还雨破 轰隆 周吹在这一剑攻击之下 身形不断暴退树部 险些就坠落下了擂台 不过他到底修为强大 凭借强大的原力 总算是挡住了灵霄这最后一剑 然而 他的双臂之上却都有鲜血流出 看着这一幕 林茂震惊地站了起来 这灵霄还真是个天才啊 难怪只是大人要亲自给他颁发邀请函 不过 这九剑虽然强大 但充其量只是玉品低阶武技而已 说到底 他的修为不如对方 如果武技也不如对方 那仍然难逃一死 以他的身份 偏远小镇的舞者怎么可能会拥有玉品中阶武技呢 叹了口气 林茂重新坐了下去 场中 周吹看着林霄 既愤怒 又震惊 而林霄轻轻甩了甩剑身上的血迹 淡淡道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后滚蛋 不然接下来 就不仅仅是流血了 而是会死人的 场下 陈鹤激动地看着林霄 本来他答应跟林霄混 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他以为自己还是比林霄要强的 最起码修为比林霄强大许多 可是看到这一幕 他开始对自己的判断 有些怀疑了 这林霄 以六层力量 竟然能够让十层力量的周吹 捉襟见肘 而且 落心见绝 这武技 他是知道的 根本就是烂大街的精品 低阶武技而已 或许他一不小心之间 竟然认了一个了不得的老大 不过结果究竟如何 还得再看看 那周吹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否则面子上是放不下的 啊 周吹大声咆哮起来 而后死死盯住了林霄 表情也变得极为猙獰 不得不说 这人皮面具 做得还真是精致 连表情都微妙微笑 林霄 你死定了 本来我只是因为收了他的好处 所以要替他杀了你 但现在 你让我出了丑 我要你死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 太天真了 林霄淡漠地看着周吹 轻轻摇了摇头道 看起来 你是真要找死了 虽然我跟你之前没有仇怨 但你既然这么找死 就怨不得我了 沈师弟 这林霄看起来很淡定啊 那周吹真有办法击杀他吗 林茂看向了沈冲 淡淡问道 沈冲冷笑道 放心吧 这个人我认识 飞花灭魂指 只是他用来细耍对手的招式而已 他如果真得爆发出权力 就连我也不敢轻敌的 你不知道吧 他其实懂玉品中阶武技 而且已经修炼到了精通境界 玉品中阶武技可很罕见啊 即便是在咱们八仙山 也只有阴阳静武者 才有资格拥有 他的武技叫什么名字 林茂问道 黑死狂花 沈冲淡淡道 什么 竟然是那邪门的武技 那黑死狂花 只能配合花类武魂使用 而且一旦用起来 威力堪比玉品高阶武技啊 林茂震惊道 这样看起来 那林霄真得是死定了 怪只怪 他得罪的人都是他惹不起的 是啊 我曾经与此人交手 被他这一招差点打伤 虽然赢了 不过却也有些狼狈 以这林霄的修为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的 沈冲点了点头道 不说他们在底下一轮 只说那擂台之上 周吹愤怒地看着林霄道 你真的应该认输的 败在飞花灭魂指之下 对你而言 是一种幸运 接下来 这一招我一旦使用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会产生多么恐怖的威力 到时候 虽然我消耗巨大 不过你也离死不远了 林霄依旧淡漠地看着周吹 听对方的口气 接下来的攻击 比那飞花灭魂指更强 看起来他也要把刚刚修炼而成的 允星剑爵 拿出来用了 缺少了重剑没关系 林霄有办法用原力和土元素 凝聚出一把 比任何重剑都好用的剑 他淡淡看着对手 手中的铁片剑上 开始缠绕着土黄色的光芒 空气和大地之中的土元素 不断在那铁片剑上凝聚 而且夯实 你有更强的招式 我也有 所以我 还是劝你不要找死 真死了 那再后悔 就没有用了 林霄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底牌 完全翻开 所以 面对任何一个敌人的时候 他都会有后手 说实在的 即便允兴剑绝 无效 他还有 永生硬呢 实在不行 还可以化身半龙人 再不行 直接化身地狱魔龙 总有一种方法 让对方死 就在这个时候 从对面的周吹身上的气息 忽然变成了绝望的黑色 在他的脚下 一朵黑色的花朵 开始盛开 死亡的气息 在虚空之中蔓延 竟然给人一种 仿佛冥界的气息透出一板 哦 这一招 果然比刚当的强大许多 林霄看着周吹的气息 在不断攀升 脸上却依然保持着淡然 这种提升 并没有超出他的判断之外 倒不如说 其实挺令他失望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他根本无需动用 永生硬 只用 允兴剑绝 就完全能够取胜了 周吹身上 黑色的气息继续蔓延 坐在台下的其余考核成员 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纷纷朝着远处躲避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5章 允兴剑法破黑死狂花 黑死狂花那恐怖的气息 尚未释放出来 就已经让周围的人 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如果真得轰出来 那攻击将会有多么强大 他们非常清楚 林霄 你挡得住吗 陈赫看着林霄 也是替林霄捏了一把汗 同样的修为之下 他承认自己肯定不是这个周吹的对手 因为这一招 实在太可怕 修为相当的舞者 在比较高下的时候 自然是看谁的舞技更强 谁就更有优势了 林霄 死定了 沈冲激动地抓着自己的衣角 他绝不相信 这一招 林霄还能抵挡 So 就在此时 一道灿烂的剑光 在擂台之上绽放 直接撕裂了被黑暗笼罩的虚空 仿佛一道光明降临人间 让那些考核成员 顿时感觉好受了许多 那把剑 众人都看到了 林霄手中的剑 那真是一把剑吗 林茂皱了皱眉 被土元素包裹住的铁片剑 扁平而且更长 但是却没有了锋锐的利刃 与其说是剑 倒不如 说是一根棍子 但林霄那恐怖的剑气 却的的确确是从这把剑中释放出来了 土黄色的剑气越来越多 一道道刺破虚空 将那黑暗的臂杖 逐渐撕裂 林霄的周身 仿佛被无数道剑气包裹了一般 周围那些人 感受不到这些剑气的锐利 但是却有另外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就是压力 仿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究竟是什么剑法 这小子真让人意外啊 林茂必须得释放阴阳原力 才能让自己站起来 此时的他 感觉到全身都沉重无比 他越发对林霄 感觉到惊恶不已了 他都如此了 那些考核成员就更加狼狈了 一个个竟然都蹲在或者坐在了地上 仿佛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 林霄 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赫兴奋地在心中狂呼 他本以为这一次林霄彻底完蛋了 不可能挡得住周吹的疯狂一击 但是他发现自己错了 无论周吹有多强 林霄似乎都能变得比他更强 这个人没有上线 轰隆 擂台突然裂开 被恐怖的压力直接压碎 而不是切割开来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完全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 周吹皱了皱眉 他也没想到 林霄竟然还有如此厉害的剑法 但是他不可能认输 此时 他的招式已经完全凝聚而成 恐怖的黑死狂花 在擂台之上绽放 释放出来的威力 丝毫也不亚于林霄的剑气 但他修为更强 所以他认为 林霄必败 杀 黑死狂花 为这个无知的小子送葬吧 爆吼声中 周吹终于释放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巨大的黑死狂花绽放 弥漫在空气中死亡的气息 也更加浓郁 林霄依旧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手中如同巨大棍子一样的岩石巨剑 直接砸向了周吹 他跳跃起来的那一瞬间 擂台已经完全碎裂 允星剑决第一事 允落 轰隆隆 恐怖的震荡之声 在天空之中传来 仿佛一颗允星 从天而降 那巨大的岩石之剑 产生了恐怖之极的压力 要将周吹直接轰杀 美艳动人 但却又阴森恐怖的黑死狂花 在这恐怖的压力之下 竟然全部碎裂 散落在擂台之上 仿佛是为周吹送葬 轰隆 周吹惊恐地看着天空 他的眼中 巨大的岩石之剑 仿佛一颗允星朝他袭来 而后重重砸在了他的身上 一股从未有过的 对死亡的恐惧 从周吹的身体里释放出来 他惊恐地想要呼救 但是却发现自己 竟然连声音都无法发出来了 我竟然如此轻视这个人 真得是找死啊 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周吹悔不当初 他后悔自己接下这个任务 他以为击败林霄轻而易举 可是绝对没有想到 竟然就这样死了 身体寸寸撕裂 随后被烟尘包裹 融入到了地底 连尸体都找不到了 收起了铁片剑 林霄冷漠地站在那里 淡然看着 已经被弄得一塌糊涂的擂台 周吹你给我听着 无论你找谁来替你送死 我都会杀了他 我倒想看看 谁敢继续替你卖面 还有你 想要加入八仙山 就等下辈子吧 有我林霄在 你就别想实现这个愿望 他知道周吹就在这里 而且关注着 他和那个假周吹的战斗 这个人 早已经被他写进了死亡名单 杀周吹 只是迟早的事情 但他一定会去做的 他绝对不能容许这个人继续活着 听到林霄的话 众人才仿佛从震惊之中 苏醒过来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林霄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尤其是那九个已经成为八仙山弟子的人 都在暗中庆幸 自己的对手不是林霄 沈冲更是咬牙切齿 可是却没有办法 林霄强大如斯 连他都未曾料到 看起来 只能等林霄加入八仙山之后 再想办法对付了 而且要快 不然以这家伙的修炼速度 很快就会超过他的 此时的他 竟然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 不 我沈冲怎么会怕一个 半步阴阳尽修为的舞者 真是太好笑了 沈冲狠狠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自言自语道 林霄也很震惊 林霄的强大 超出他意料之外太多 他现在有些后悔 自己居然会跟沈冲达成交易 得罪了林霄 真不是一件聪明的事 哈哈哈哈 找到你了 找到你这个家伙了 突然 一个疯狂的笑声 从远处传来 只是转瞬间 这声音就到了附近 而后 一袭白衣的年轻人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莫飞鱼 看到这个人 惊恐在每个人的心底酝酿 沈冲和林茂 也吓了一跳 这莫飞鱼鱼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他找到谁了 不等他们明白过来 究竟怎么回事 莫飞鱼 已经杀向了林霄 小子 你以为你加入了八仙山 我就不敢杀你了吗 杀了你 就跟杀死一条狗一样 没有人会对我做什么的 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是天才 莫飞鱼冷笑了一声 他之所以追着林霄杀 并不是因为林霄杀了沈冲 也不是因为林霄伤了周吹 仅仅因为 他一击居然没有杀死林霄 这对他而言 是个耻辱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6章 杀不死的林霄 莫飞鱼一招没有杀死林霄 这被他认为是一种屈辱 他不想让自己的人生产生污点 看到莫飞鱼对林霄表现出来的杀意 沈冲从愤怒之中突然就变得兴奋起来 在八仙山 每个人都知道莫飞鱼这家伙什么脾气 他要做的事情 连掌门也挡不住 随便杀一个刚刚考核过关的人而已 连下八仙弟子都算不上 绝对不可能有人会责怪莫飞鱼的 这就是差距 他不敢做的事情 莫飞鱼敢 林茂却皱眉道 莫师兄 此举恐怕不妥吧 这小子颇有天赋 将来或许会成为我八仙山的中流砥柱 如今就杀了他 实在太可惜了 闭嘴 啪 莫飞鱼冷喝一声 随手就给了林茂一巴掌 打得林茂跌落在地上 牙齿都掉落了两颗 鲜血直流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指手画脚 再放屁 连你一块杀 莫飞鱼看着林茂 狠狠地说道 虽然杀了 可能会有点小麻烦 但顶多就是面壁几天而已 就连你们林家 也不敢对我如何 林茂捂着嘴巴 没有吭声 因为他知道 莫飞鱼说的没有错 即便是林家 也不敢为了他去得罪莫飞鱼的 这莫飞鱼是八仙山真正的天才 就算得罪了他 他也只能忍着 这家伙 真是好霸道 林霄看着莫飞鱼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连林茂都敢打 这莫飞鱼 显然在八仙山极为受宠 自己今天如果不逃 怕是凶多吉少了 娘的 真是不甘心啊 莫飞鱼实力太强 真不是他能够硬碰的 必须得找个机会逃走 之前双子武魂已经用了一次 这一次 怕是不能再用了 莫飞鱼不可能被他欺骗第二次 只能先拼一次了 好在有玄界之躯 总是不至于被一招给灭杀了吧 小子 你还有什么话说 莫飞鱼看着林霄 森然冷笑道 我有什么话说 原本以为八仙山是个修炼圣地 现在一看 不过如此 一个疯子 也能被当成宝贝对待 这样的门派 不加入也罢 林霄冷冷言道 好小子 八仙山也是你能诋毁的吗 莫飞鱼冷笑道 诋毁 事实摆在这里 我需要诋毁吗 林霄看着莫飞鱼道 要动手就动手吧 我林霄要是皱一下眉头 就不是好汉 行 你喜欢找死 我就成全你 莫飞鱼 直接将手中鹅毛扇轻轻一挥 恐怖的静气直冲林霄而来 林霄运转体内皇天后土之力 在体表形成了一层厚实的防御 这个时候了 他已经不在乎暴露身份了 人死了 保住身份有个屁用 该用的能力 他都要用出来 就不幸没办法在这莫飞鱼手下活命 恐怖的冲击 直接撞在林霄身上 将林霄打飞出去数百米远 半空中 林霄口吐鲜血 感觉自己的肋骨都要断裂了 玄界之躯虽然强悍 但他修为毕竟还是太低了 防御有限 好在 这一击 并没有将他轰杀 莫飞鱼显然是瞧不起他的 也不可能对他全力攻击 只用了大概一两成的力量 这也是 他没有死的原因之一 被鸡飞落地的一瞬间 林霄的身体里有一团阴影 窜入到了地面之中 然后消失不见了 他不能在明处使用双子武魂 但此时被鸡飞如此之远 落地的瞬间使用 相信即便是莫飞鱼 也不可能看到的 没了后顾之忧 林霄挣扎着站了起来 冷漠地看着不远处再度袭来的莫飞鱼 哈哈哈哈 天才 这就是八仙山的顶级天才吗 在我看来就是个废物 竟然一击也杀不死我这个半部阴阳境修为的武者 不知道八仙山那么宠你为什么 难道八仙山的高层都瞎了眼了吗 死 莫飞鱼更加恼怒 重重一拳轰在林霄的身上 直接打得林霄身体裂开 这一次 他用了四成功力 对付一个半部阴阳境修为的武者 居然动用四成功力 这已经是破天荒头一次了 然而 林霄那裂开的身体竟然再度愈合 他看着莫飞鱼冷笑道 继续啊 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将我杀死 杀 碰碰碰碰碰 莫飞鱼疯狂地在林霄的身体上击打 打得血肉横飞 碎肉飞溅 然而林霄的脸上 却始终挂着冷漠不屑的笑意 莫师兄 那是假的 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这话真是没假 莫飞鱼因为愤怒 竟然没有发现自己 一直在轰击的所谓林霄 只是一堆泥土凝聚而成的提身 真正的林霄 早就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反倒是旁观的沈冲 察觉到了不对 及时提升了莫飞鱼 该死的小子 又让他给逃了 莫飞鱼觉得自己今天 恐怕是丢脸丢得最严重的一次了 连续两次企图击杀林霄 竟然都给那家伙逃了 简直不爽 谁告诉你我逃了 我林霄为什么要逃 不远处 一个人影再度浮现 冷漠地看着莫飞鱼嘲讽道 我倒要看看 这八仙山 还有没有主持公道的人 你莫飞鱼到底是不是没有惹我 那可以管了 混账 莫飞鱼将鹅毛扇一甩 轰击在那人影之上 又是泥塑 莫飞鱼简直要疯了 他遇到过不少对手 可是像林霄这么狡猾的 还是头一个 这小子修为很差 他只要一拳就可以将对方击杀 可问题是 这一拳却始终也无法击中真正的林霄 你眼睛瞎了吗 往哪打呢 又有一道身影浮现 冷漠地嘲讽着莫飞鱼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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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得该死啊 莫飞鱼此时真得是恼了 石城功力完全爆发 整个关爱都晃动了起来 仿佛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性 够了莫飞鱼 你闹得差不多了吧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偏然若惊鸿一般 他面带白纱 冷漠地看着正在发疯的莫飞鱼 淡淡说道 林若仙 莫飞鱼看着来人 眉头不由皱了皱 这八仙山 天才不光只有他一个 林若仙也是其中一个人 而且 林若仙的修为 一点都不比他差 你又要来管闲事 莫飞鱼冷冷问道 这已经不是林若仙第一次 阻止他发疯了 所以他对林若仙 还是有几分不爽的 但又有几分忌惮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7章 加入八仙山 出灵仙境 你错了 招收弟子 这是八仙山的大事 而我被宗门赋予这一次收徒的使命 你破坏第一关的考核 我已经懒得去计较了 但这一次 你不能再继续疯了 否则的话 我绝不饶你 林若仙看着莫飞鱼 丝毫没有畏惧的意思 看起来 这两人在八仙山 大概属于旗鼓相当的存在吧 哈哈 莫飞鱼忽然大笑起来 林若仙 这一次我给你面子 但是你能护得了他一时 护得了他一时吗 言罢 他纵身飞去 瞬间便消失在了茫茫虚空之中 看起来 今天虽然因为林若仙的插手 林霄暂时得以解脱 可这莫飞鱼 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林霄会怕吗 他的真身很快显现出来 冲林若仙拱了拱手道 这是指示大人第二次救我了 大恩不言谢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只要我能做到 一定尽力 我帮你 只是因为看中你的潜力 你如果真想报答 就把你的潜力展现出来 林若仙淡然看着林霄 目光是那么的冷漠 没有丝毫的清静感 或许这个人 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吧 他只看天赋 不谈感情 沈冲 你可知罪 突然 林若仙森然看向沈冲 冷冷问道 属下不知 沈冲急忙单膝跪地 但却摇了摇了头道 不知道 很好 等你入了鬼牢 就知道了 林若仙冷冷言道 听到鬼牢这个词 沈冲骤然脸色俱变 急忙单膝变成双膝跪地道 属下知错 属下知错了 属下不该将私人恩怨 掺和进八仙山的考核之中 沈冲我告诉你 在我林若仙手底下做事 最好放老实点 这一次暂且饶了你 可以不让你去鬼牢 但是先去隶属赤仙山的矿坑里 干几天活吧 嗯 就七天时间再回来 服不服 林若仙冷声问道 属下领命 沈冲额头上冷汗直冒 虽然去矿坑干活 要跟那些奴隶待在一起 忍受肮脏和饥饿 但即便如此 也比去鬼牢好一千倍 一万倍 鬼牢是八仙山最恐怖的地方 只有犯下大错的人 才会被关进去受苦 你去吧 七天之后 我会亲自过问你的工作情况 如果表现好 我可以让你恢复原职 否则的话 你就不要继续留在八仙山了 林若仙摆了摆手 似乎很不耐烦地说道 林走的时候 沈冲恶狠狠地看了林霄一眼 那种歇斯底里的愤怒 从她的眼神之中 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很显然 她觉得自己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拜林霄所赐 她一点都没觉得自己 迅思舞弊 有什么错 沈冲离开之后 林若仙又 看向了林茂道 你这个月的月历灵时 就不要领了 竟然敢跟沈冲做交易 林茂之错 行了 带他们去该去的地方吧 林若仙淡淡摆了摆手 而后破空离去 林霄 今夜就待在你的住处 我自会去找你 林霄正要跟林茂离开 忽然脑海中传来一个声音 正是林若仙的 她要去找我 为什么 林霄可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魅力 一下子就能让一位女执事 对她产生想法 现在想想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 这女人识破了她昔日的身份 这是最危险的 另一种当然就比较简单了 那就是她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天赋 让这个女人看重啊 想要好好栽培她 后一种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在一个宗门之中 拉帮结派这种事儿 太正常了 每个中高层 都希望可以拉拢新入门的弟子 成为自己的人 尤其是那些有天赋 有能力的弟子 如果是这种可能 林霄倒是不会拒绝 她得罪了墨飞语 这可是个疯子 她短时间内 不太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那么就只有一种办法 跟林若仙结盟 如此一来 才能避免被墨飞语那个疯子 找机会给弄死了 正想着 林茂已经说话了 好了 多余的事情都不要去想了 你们十个人 将会成为八仙山的正式弟子 嗯 确切地说 只是杂役弟子 杂役弟子不入踪迹 只有你们修炼一段时间之后 下八仙的八位山主 才会来挑选弟子 届时 你们可以双向选择 所以这段时间里 你们可以好好修炼 也可以好好了解下 八仙的八座山脉 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黑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就带你们前往八仙山脉 言罢 林茂从储物界里取出了一枚炼阵时 随手使用 一个传送阵 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进去吧 众人点了点头 心中都有些激动 经历了生死考核 终于可以成为八仙山的弟子 虽然只是杂役弟子而已 属于八仙山弟子之中最下等的 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林茂 你稍等一下 林茂喊住了林霄 看着其他人 全部踏入传送阵才道 我不希望之前的事情 成为咱们之间的交流障碍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也不希望多一个敌人吧 林师兄说笑了 即便是神冲和神使 我也不曾想着与他们为敌 只是那神使要杀我 我只能反抗 您并没有对我做什么 甚至还为我挨了 那莫非语一巴掌 我这人还是分得轻好坏的 林霄当然知道 多一个朋友 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得多 他从未想过 把人都得罪光 事实上 如果可以不得罪人 他真得不想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林元城主之前吩咐过我 让我多关注关注你 我当时还不以为然 不过经过今天这些事 我发现你真得是个可造之才啊 林茂笑着说道 似乎心情突然间就轻松了很多 林霄也暗暗笑了笑 林元是 他在八仙郡城留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还是有些用处的吗 多谢林师兄夸奖 咱们可以走了吧 嗯 进去吧 林茂点了点头 和林霄一起踏入到了传颂阵中 眼睛可以看到东西的那一瞬 林霄简直误以为自己来到了仙境 这八仙山明明弟子实力不算太强 比起林霄以前遇到的一些宗门 真得不算太厉害 可是这地方倒是真好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8章 绝不做杂役弟子 八仙山脉 当真别有一番洞天 不光是环境非常漂亮 而且灵气充裕 虽然有很多人在这里生活 可是彼此之间却不干扰 密林之中 崖壁之上 都有漂亮的建筑 或者山洞 每一个建筑 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这才是习武之人该呆的地方啊 八仙郡城人口太多 太过吵杂 真得不如这里啊 不必太惊讶了 这里 也只是八仙山的异域而已 八仙山分成了上八仙山和下八仙山两部分 你们现在要去的地方 是杂役院 这是隶属于下八仙山的一个机构 全部都是杂役弟子 一边向前走 林茂还一边介绍着 在八仙山 即便是杂役弟子 修为最差 也都在第十栋天境左右 他这么说 似乎是为了让林霄知道 来到这里 不要太锋芒毕露了 因为比林霄强的人很多 但林霄却依旧是一脸淡然的样子 道理很简单 一个曾经修炼到轮回境的武者 又怎么会把阴阳境修为的武者当回事呢 即便那莫飞语 林霄也从未真正畏惧过 只是把那家伙 当成了自己修为恢复之路上的拦路虎而已 杀了就是了 如果真想让他害怕 那最起码 也得是轮回境武者才行 不过以林霄的判断 八仙山肯定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当然 以现阶段言 八仙山绝对是磨练他的最佳地方 来到这里 他的修为必然会提升更快 战力也会进步更大 距离轮回境的距离也会迅速拉近 悠可 林茂 又来了杂役弟子啊 要不要我们给这些菜鸟 好好上一课啊 路上 遇到了修为与林茂相当的舞者 看着林霄这些新加入八仙山的杂役弟子 都是一脸的兴奋 好像找到了好玩的玩具一样 你们记住了 无论是谁给你们什么条件 都最好不要答应跟随他们 否则的话 后悔都来不及 林茂提醒了一句 宗门便是一个小世界 在这里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如果你们在这样的小世界 都无法活下去 那以后 就别想着出去闯荡了 是 虽然所有杂役弟子 答应的都很好 但究竟会不会听话 那就不知道了 毕竟接下来的诱惑 可能要比林茂的话有用得多 说话间 众人已经抵达杂役院 杂役院的规模 比林家大院还要大得多 内中容大的杂役弟子 估计得有数万人 看到这些人 林霄才明白 这八仙山 绝不仅仅只是在八仙郡招收弟子 他们应该还从别的地方 招收弟子 否则的话 不可能会有如此多的杂役弟子 杂役弟子的居所 都是通铺 一个宿舍里面住着数十个人 环境自然不可能太好 不过一旦从杂役弟子 晋升到下八仙弟子 那环境就好多了 安排好了住处 林茂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对众人提醒到 你们现在的身份 只是杂役弟子 属于整个八仙山身份最低微的 所以 无论是谁 都轻易不要招惹 当然 你们可以等到一个月之后 参加下八仙山的选拔 顺利成为下八仙弟子之后 才算是真正有了踪迹 但即便那样 也不要去 招惹上八仙弟子 上八仙弟子 才是八仙山真正的中流砥柱 他们就算杀了下八仙弟子 也会从轻发落 有时候甚至不会问责 因此 你们一定要记清楚了 不要去轻易招惹他们 这是你们能活下来的关键 说到这里 他看了林霄一眼 无奈叹了口气道 莫非语在上八仙弟子里面 也是一等一的 得罪了他 你真的会很麻烦 多谢林师兄关心 我心里头有数 但不知道 现在是否就可以参加下八仙弟子的考核 林霄不想做杂役弟子 因为杂役弟子 真得太无聊了 要去做大量的杂活 这对修炼的影响非常大 当然可以 如果你有本事 甚至可以不做弟子 直接做到执事 长老 元老 甚至是山主 掌门的位置 这就是八仙山 一切都有可能 林茂笑道 不过话是这么说 八仙山立派数百年 真正在短短两三年内 就能从弟子做到执事的 也不过区区三人而已 其中一个就是林若仙 林执事 他的年纪 其实跟你们相差 只有几岁而已 但因为天赋足够强 所以很早就成为了执事 而且还是上八仙弟子 这么说 还是有可能的嘛 林霄淡淡道 听到这话 林茂不由愣了一下 他本来是想借此来打击一下林霄 好让林霄踏踏实施 一步一个脚印修炼的 毕竟真正的天才 也就那么一两个 有莫飞宇 还有林若仙 就已经很可怕了 然而他却并不知道 在林霄眼里 不管是林若仙 还是莫飞宇 其实资质 都不能算是绝对的天才 这两个人 或许还不如天海霸图 凤飞夜 龙晨 冷眉那些人呢 见惯了天才 这心气自然也就高了 林霄能够将真正的天才 踩在脚下 又怎么会怕这 根本不算天才的天才呢 除了林霄 还有谁想直接成为下八仙弟子 林茂看了一下其他人道 我需要提醒你们的是 下八仙弟子的最低要求 就是半步阴阳境 十层力量修为 你们这些人之中 修为真正达到这个要求的 只有陈赫跟林阳 当然了 林霄是个另类 就算修为没有达到 但是战力已经超过了 所以也有机会 我想试试 陈赫说道 他既然答应跟着林霄混 就不想被林霄扔得太远了 更何况做杂役弟子 真的很郁闷 我也要试试 林阳也点了点头道 他身为三大家族 仅存的最强一个通过考核的弟子 怎么可能会容忍 林霄骑在他头上呢 所以 林霄要做的事情 他也要试试 林茂笑了笑道 很好 你们都很有骨气 不过有些事 我得提前说明一下 杂役弟子虽然要干活 但都没什么生命危险 但是一旦成为下八仙弟子 有了踪迹和身份牌之后 你们就必须得完成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了 我们八仙山的大量收入 都来自于这些任务所得 八仙郡包括所辖镇城发生了什么事 都会来找我们八仙山 或者天风团完成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89章 飞仙山 林茂继续道 正是弟子的任务被分成了假一柄钉四个级别 而你们的弟子身份也被划分成了假一柄钉四个级别 每个月 你们都必须完成相应级别的任务最少一件 完成了有奖励 无法完成的话 就会扣出宗门的贡献点 当贡献点为附数 你们就会被打回杂役院 听着林茂的话 林霄忽然想到了自己当初在月华宗的生活 那个时候做的事情跟现在很像啊 只不过那个时候 修为只是超凡镜而已 现在却是洞天镜和阴阳镜 面对的敌人会更加强大 面对的各种事情也会更加棘手 林茂说完话之后 见林霄 陈赫和林阳都没有反悔的意思 于是这才起身道 走吧 你们三个跟我来 他知道 年轻人都有一股冲净和傲气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退缩的 那就让这三个人试试看吧 看看这下八仙弟子的身份 得到有多么困难 他带着三人 朝着八仙山脉更深处走去 来到了另外一个院落之中 这里便是杂役弟子 晋升下八仙弟子的地方 原本到一个月之后 你们可以跟其他杂役弟子一起比拼 如果被下八仙的山主看上 就可以加入 但现在是特殊情况 不会再有那样的比拼 加入的条件也变得非常简单 赤城黄绿青蓝紫黑 这八座山脉 都会各自派出一名舞者 在这里职守 你们能击败谁 就可以加入哪座山脉 林茂提醒到 赤城黄绿青蓝紫黑 这八座山脉之中 最弱的便是黑仙山 因为曾经出过一个叛徒 所以导致这座山脉人才凋零 如今基本上可以说是无人了 想要进入这座山脉最为容易 但以后的发展恐怕不利 赤 橙 黄 这三座山脉 是最强的 绿 青 蓝 紫 水平相当 要挑战谁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到这里 林茂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似乎是这话里有话 等三个人真正看了八座山脉 需要挑战的对手的时候 才明白过来 林茂是什么意思 最强的赤 成 黄这三座山脉 要挑战的对手修为 竟然都是阴阳进一层地狱 中期修为武者 其次的四座山脉 要挑战的对手修为要差一些 为阴阳进一层地狱 前期修为武者 之后黑仙山脉 要挑战的对手修为 是半步阴阳进 十层力量修为 这是最容易进的山脉 但其实也并不容易啊 这样我们岂不是只能进黑仙山了 领养皱了皱没到 我放弃了 放弃没关系 其实一个月之后再进入 会更加容易的 林茂笑着说道 黑仙山除了人数少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烈士 林霄突然问道 嗯 事实上 黑仙山也就是人数烈士 所以在宗门内许多大笔之上都会落后 得到的奖励自然也就比较少了 还有 执行任务的时候 很难找到合适的同伴 毕竟很多任务 单独是无法完成的 林茂解释道 至于其他的 倒是没有 只听说黑仙山的山主脾气 比较古怪而已 既然如此 我就选黑仙山吧 林霄加入八仙山 其实只是为了得到八仙山的修炼资源和修炼环境的 黑仙山虽然示弱 但实际上各方面条件并不差 很多舞者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跟随大流 他则无所谓 人数少又如何 他是来修炼的 又不是来交朋友的 他选黑仙山 我也选黑仙山 陈赫说道 好 林药你先回去吧 你们两个随我来 林茂带着林霄和陈赫 来到了黑仙山的职守舞者面前 这竟然是一个女孩子 一袭黑衣 显得非常标致 在八仙山 依然成为正式弟子 这衣着的颜色 都有严格规定的 黑仙山的弟子 就只能穿黑色的衣服 最起码在宗门里面是这样 出去之后 就随便了 你们好 我叫冯如 冯如 林霄愣了一下 忽然想起了之前考核之中 那个无名少年托付她的事 那无名少年的妹妹 不就叫冯如吗 而且 那画像之上的样子 跟这女孩 确实有七八分相似 应该不会错的 怎么了 冯如笑着问道 这个女孩子 有一种林家姑娘的感觉 很能让人亲近 虽然并非多么美艳动人 可就是很舒服 没事 林霄摇了摇头 那个事没必要说出来 自己今后在八仙山多照应这个冯如也就是了 好 既然没事 那你们就分别来进攻我吧 只要能碰到我 你们考核就算过了 冯如笑道 不是吧冯师妹 我记得不是要把你击败吗 什么时候 黑仙山的考核变得这么简单了 林茂苦笑道 没办法呀 林师兄 我们黑仙山现在弟子一共只有四人 如果加上他们两个 也才六个人而已 别的山脉 人数最少都有两千多 我也只能放宽这考核条件了 冯如摇了摇头 叹气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林师兄忘了 我最擅长的就是身法吗 如果他们能碰到我 那就能击败我了 这是最直接 也最简洁的方法 倒也是 那你们两个就开始吧 林茂站在一旁并没有离开 毕竟 如果这两人无法通过考核 还得跟着他回去 我先来 陈赫自告奋勇先上了 这战斗一旦开始 林霄就发现 这次的考核并不简单 最起码对于修为 只有十层力量的陈赫来说 并不简单 冯如的身法真得很厉害 一旦启动 身体化作数十道残瘾 根本无法判断 哪个是真身 就不知道该碰出哪一个 陈赫打到最后 疲惫不堪 都要放弃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片树叶从他身后飞过 落在了其中一个残影之上 陈赫大喜 装着攻击别的残影 却突然扑向了那树叶落着的残影上 顺利通过考核 多谢 陈赫走下来的时候 压低了声音 对灵霄说了两个字 没错 那树叶自然是来自于灵霄的 你不用参加考核了 直接跟我走吧 冯如也愣了一下 突然说道 很显然 他也看出来 那片树叶是出自于灵霄之手了 灵霄能够发现他的真身 就等于破解了他最大的仪仗 这一次的对决 不继续也罢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0章 没有一个正常人 没想到啊 你们两个竟然都通过了黑仙山的考核 但这只是第一步 以后你们的苦日子 还在后头的 冯师妹 我就先走了 这两个人 交给你了 林茂也是稍微松了口气 将灵霄送出去 等于把一个烫手的山芋送出去了 莫菲宇再要找麻烦 也不会来找他了吧 我先带你们去制作身份牌吧 你们现在加入了黑仙山 就拥有了八仙山的踪迹 算是正式弟子了 身份牌关系到你们 在八仙山的所有记录 比如任务记录 信息记录 贡献点数等等 到时候 你们自己体悟就好 冯如将灵霄和陈鹤 带到了一个叫赏善罚恶堂的地方 这里便是八仙山领取任务 完成任务 以及获取贡献点 获得奖励 进行赏罚的地方 赏善罚恶堂的堂主地位 相当于八仙山的元老级别 八仙山的体系 是掌门 元老 长老 执事 上八仙的山主都是元老 下八仙的山主 则都是长老 另外 各堂堂主 有的是执事担任 有的是长老担任 但唯独这赏善罚恶堂的堂主 是元老担任 领取了身份牌 两人正式算是加入八仙山下八仙中的黑仙山了 冯如便带着他们 往黑仙山而去 山脚下 冯如再度警告灵霄和陈鹤道 黑仙山加上你们 一共只有六名弟子 但是千万别以为他们很弱 相反 除了我之外的三个人 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最起码在下八仙山中 那也是排名靠前的 只是这三个人性格都比较麻烦 说难听点 跟疯子一样 说好听点 那就是不太正常 除非你们的实力比他们更强 否则的话 千万不要得罪他们 他们或许不会杀了你们 因为是同门 但却绝对会把你们抱走一顿的 光听冯如这话 灵霄很难有什么直观的印象 但是上了山 看到其中一人 灵霄就知道 冯如所言非虚了 下八仙山弟子中 实力最强的 可以达到阴阳境二层地域巅峰修为 而这黑仙山的四个弟子之中 除了冯如实力较弱之外 其余三个人 竟然全部都是阴阳境二层地域修为 其中一个是二层巅峰修为 是黑仙山大师兄月仁凤 这次是个战斗狂魔 遇到谁都想挑战 据说他跟黑仙山山主 都打了有几百次了 虽然每一次都是失败 可是这家伙不仅不气馁 反而欲战欲勇 你们两个过来 给我打一架 月仁凤看着灵霄和陈鹤 兴奋的两个鼻孔 都喷出了浓烟道 大师兄 你就别欺负新人了 他们才什么实力啊 怎么跟你打 您还是去挑战 墨飞宇那个疯子吧 冯如看着虐人凤道 哼 我会的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 我现在就去修炼 墨飞宇算是虐人凤的软肋 他敢挑战别人 甚至敢挑战灵若仙 可唯独不敢挑战 墨飞宇那个疯子 那个疯子 是真的会杀人的 所以 别人只要提起墨飞宇 他都会疯狂地去修炼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超过墨飞宇 好在他年纪不大 只有十八岁而已 黑仙山二师兄周通 阴阳静二层地狱后期修为 为人有些阴冷 尤其是 看向灵霄的时候 目光阴冷 颇为不善 灵霄 你很好 说完话 周通也转身离开了 灵霄听到他的名字 大概就知道 这周通为何对他如此冰冷了 周通应该也是周家人 他虽然没杀周吹 只是让周吹没能通过考核 就足够周通恨上他了 不过 老子连墨飞宇都不惧 你周通又算什么 我灵霄会怕吗 但墨德看了一眼周通留下的背影 灵霄心中暗想 果然无论在什么地方 这实力都是最重要的 没有实力 一切都是白搭 你们两个 去把我们的房间打扫一下 顺便把院子也清扫一下 这么长时间里 这活一直都是 我跟冯儒干的 现在也该轮到你们了 说这番话的 是三师兄风雨 此人修为阴阳镜一层地狱巅峰 与灵霄相当 三师兄放心吧 我们会去做的 冯儒点头道 风雨这才转身离开 这就是黑仙山 没有什么师兄弟的情谊 别人比你实力强 你就要替人干活 如果你比他们更强 你就可以 让他们替你干活 这个规矩倒也简单 你们两个不用管这些杂活 反正这几年我也习惯了 你们接下来最应该准备的 就是入门试炼 一旦加入下八仙山 每个新入门的弟子 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试炼任务 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算是八仙山弟子 如果无法完成还会被打回杂医院的 距离这个入门试炼只有三天时间 你们好好准备吧 冯儒倒是真得很像一位师姐 非常替师弟们着想 另外 但准备加入黑仙山 我们的规矩是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门玉品 低阶五技 你们两个最好是限定一个范围 我帮你们挑选一下 否则八仙山的五技浩瀚如烟 你们怕是几天 也选不到合适的 反而浪费时间 冯儒紧接着又道 我自然是需要攻击五技 我的修为比灵消强 可是战力跟他差远了 我擅长的攻击方式是刀 最好是有力量的刀法 陈赫说道 好 这些就是我为你列的名目 你自己选一种吧 冯儒听完陈赫的话 随手取出一块记忆金属 陈赫握着记忆金属 脑海中就瞬间多了许多信息 即便已经缩小了范围了 可是依然有将近上千种刀法 陈赫最终选了一套 适合自己的刀法 而灵消在考虑许久之后 选择了一套身法 道理很简单 他虽然拥有强大的身法 极光神形 暗影布 甚至是光影盾 但那些暂时不能明着用 需要一套身法来做掩护 玉品低阶5G 经过他的完善改造之后 应该可以达到玉品中阶的水准 作为临时用的身法 应该绰绰有余了 至于5G 他已经有了允星剑绝 和永生印 绝对够用了 除非是更高档次的武学 否则 他是不会浪费那个时间的 就选 踏跃流星部吧 灵消说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1章 踏跃流星 危机重重 踏跃流星部 啊 这个掌握起来有点难度啊 没有一定的身法基础 很难运用自如 当然了 如果修炼成功 这 踏跃流星部 不管是在速度 还是在高度 以及闪躲方面 都是玉品 低阶身法里面 非常优秀的一类 你这眼光 当真毒辣啊 冯如看了灵消一眼道 那就他了 所谓身法基础 灵消当然不可能差 他昔日的身法就冠绝天下 修为比他强大很多的舞者 都未必能够追得上他 而在羽化镇的时候 他也自创流星部 与这踏跃流星部 相比 当然要差上不守 可是却算有了基础了 相信修炼起来 也会比较容易 好了 你们就先去修炼吧 三师兄吩咐的活 我会帮你们干的 反正我 这人资质不怎么样 就算再努力 也不可能赶超你们这些天才的 冯如笑了笑道 那就多谢冯师姐了 灵消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就离开了 冯如的这份义气 他自然不会忘了的 等有机会 就帮帮这个女孩子 陈鹤见灵消离开了 也拿着自己选择的刀法 回去修炼了 黑仙山上 弟子比较少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一人一个房间 这一点 就比别的仙山好多了 灵消拿到那踏跃流星部 之后便开始修炼 区区玉品 低阶武学 对他而言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从下午到晚上 也只不过用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便将这踏跃流星部 修炼到了大成阶段 虽然不及他的极光神形和暗影部 但是比之前的流星部就好多了 并且 因为身法的修炼 他的修为 也再一次有了些许的提升 夜深人静 正是修炼的时候 灵消打算 将那些魔种完全吞噬 争取尽快突破到 半步阴阳境高级力量阶段 沈冲 莫飞宇 对他虎视眈眈 这黑仙山上的三个人 也都不好惹 还有三天时间 便要参加入门试炼 这都需要实力来打底 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修炼 怎么可能会浪费 这黑仙山充沛的天地灵气呢 不过正当他盘膝坐下 准备服用魔种的时候 屋外突然闪过了一道人影 是若仙直视吗 进来吧 灵消将魔种重新藏了起来 看着屋外说道 哼 没想到你这警觉性还真高 我以为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你 却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你察觉了 灵若仙的笑声从屋外传来 而后一道仙影偏然而至 这也没什么 若仙直视的实力太强 想要完全隐藏气息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灵消淡然看着灵若仙道 这个女人多次帮她 她自然要回馈一些好意 但是要让她完全信任此女 那绝不可能 她已经不是出出茅庐的天真小伙子了 她是入室轮回的妖孽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有些表面温存 内心却完全是蛇蝎心肠的女人 她也曾见过好几个 这灵若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还得慢慢观察 其实冯如也一样 灵消一开始 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她会慢慢去了解对方 但表面上 自然还是要表现出清静感 不管如何 灵若仙对她不错 她不能忘恩负义 知道我今夜来找你为什么吗 灵若仙站在窗口 淡淡问道 似乎不识人煎烟火的仙女一般 不知道 灵消淡淡道 两件事 灵若仙道 第一件 我们想知道你入室轮回前的身份 第二件 我们想知道你入室轮回后 有没有什么仇人 第一件事 请恕我不能回答 灵消摇了摇头道 第二件事 我入室轮回之后的仇家可不少 沈家 周家 还有摩影门 沈家和周家我知道 但这摩影门我却未曾听过 灵若仙叹了口气道 我给你一个建议 去沈家和周家赴金请罪 只要他们不杀你 你什么都可以接受 至于那摩影门 我不知道 也没法给你建议 不过摩影门跟我八仙山没有关系 他们若是找你麻烦 我们倒是可以帮忙护着你 赴金请罪 那不可能 灵消摇了摇头道 早知道你会这么回答 灵若仙看着窗外 叹了口气道 这样跟你说吧 沈家和周家 都是我们八仙山的自己人 我们的高层 就是由灵家 周家和沈家组成的 你如果不给他们道歉 我真不希望你继续留在八仙山 因为凶多吉少 三大家族 可以掌控八仙山 灵消问道 那倒不至于 最起码 掌门不是三大家族的人 还有一些中高层也不是 但三大家族确实可以影响许多事情 灵若仙回答道 那就无所谓了 三大家族之中 灵家跟他并无仇怨 而且 灵家的灵源 还是他的人 所以这八仙山 他不需要离开 随你吧 希望你不要后悔 灵若仙看了灵消一眼 似乎早就猜到了 会是这样的结果 入室轮回的舞者 比一般舞者更有傲气 他们怎么可能会去 附近请罪呢 那岂不是 折辱自己 那就说说另外一件事吧 你确认不准备 把自己的过去告诉我们 灵若仙问道 确认 那你将永远无法成为 八仙山的核心弟子 灵若仙叹了口气道 八仙山不会传授 宗门绝学 给无法掌控的弟子的 这个以后再说吧 灵消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修为部恢复到轮回境 他是绝对不可能暴露身份的 这一点谁也无法改变 那好吧 你继续修炼 我走了 灵若仙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这个人似乎没有丝毫个人感情 他来找灵消 纯粹就是例行公事 灵消眯着眼睛 送走了灵若仙 突然道 看起来 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修炼了 这八仙山 也是危机重重啊 而且似乎指望不到 他们帮助灵家对付魔影门了 这魔影门竟然如此神秘 连灵若仙都不知道 绝对不简单 他闭上了眼睛 将魔仲一颗颗吞噬 随着房间里黑气弥漫 魔仲在一颗颗被灵消 转化成自己的修为 到天将亮的时候 灵消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卡在了终极力量巅峰的层次 就差一点点便可以突破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2章 我 窃贼老大 不行 这个时候 需要炼制一些洞天灵源丹了 而且必须得炼制更高级的 方才能助我突破 看了看天色 灵消悄然踏出屋子 准备去一趟八仙郡城 购买炼制洞天灵源丹的材料 站住 谁想灵消刚刚踏出房门 就被一个声音喝住了 他皱了皱眉 认出是三师兄风雨 不知道风雨师兄有何见叫 灵消拱了拱手道 帮我跑个腿 去一趟八仙郡城 买点天龙商行的龙酿回来 风雨说道 灵消心下想 反正也是顺路 没必要跟这人计较 便点了点头道 没问题 钱呢 钱 你搞清楚点 给师兄买酒 还要钱吗 赶紧去 献你一个时辰之内回来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风雨冷漠地说道 明白 灵消冷冷笑了笑 我买的酒你也敢喝 没人告诉过你 宁愿得罪阎王 也不要得罪药师吗 他嘴上答应得很爽快 加快脚步下了山 然后匆匆离开 从这里到八仙郡城 如果不用传送阵的话 那得很长时间的行程 而且沿路非常危险 不过这对灵消而言 完全不是问题 灵消早就已经制作出了 通往八仙郡城的双向传送阵 这是根据灵帽使用的那个模仿出来的 那种级别的传送阵 别人做不到 对他而言 却是轻而易举 看看四下里无人 灵消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开启了传送阵 直接传送到了郑东关爱 然后再从郑东关爱 进了八仙郡城 因为担心沈家和周家的人找麻烦 他先做了一番乔装打扮 而后才前往了天龙商行 八仙郡城的天龙商行 规模已经赶得上昔日的神皇帝都了 灵消踏入商行 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也没有用贵宾卡 直接到了出售药材的地方 选购了炼制洞天凌云丹的药材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间听到有人惊叫了一声 抓贼 天龙商行居然也有贼感行窃 灵消倒是有些意外 不过天龙商行的保镖可不弱 根本犯不着他出手 那窃贼很快就被抓到了 灵消也懒得去看这种无聊的热闹 转身就选择了离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窃贼却指着他大喊了一声老大 你别扔下我一个人走啊 就是这一声 让灵消被人团团围住 天龙商行不愧是天龙商行 就连这普通保镖 都是半步阴阳镜修为的舞者 灵消不由皱了皱眉 刚想解释几句 忽然一个颇为刁蛮的女生 就想了起来 哼 刚刚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鬼鬼祟祟的 穿着也不怎么样 竟然在商行的药铺里 转悠了那么久 原来竟然跟着小毛贼是一伙的呀 他抬眼看向了这刁蛮的面孔 很是陌生 大约二十多岁的样子 打扮很普通 一看就知道 只是这天龙商行的工作人员而已 姑娘 恶语商人 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 还是不要过早下结论的好 灵消冷漠地看着这个女人说道 女人漂亮的面孔 此时也显得非常的恶心 没有真凭实据 你都已经被自己人出卖了 居然还这么装枪做事 把她给我抓起来 赶在天龙商行闹事 真得是不想混了 女人挥了挥手 冷声道 那一瞬 灵消看到了那个窃贼眼角 透出的得意笑容 她忽然间明白了 自己进入八仙郡城那一刻 估计就已经被别人认出来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局 有人故意陷害自己的 是沈家人 还是周家人 是谁都无所谓了 总之她很清楚 自己被人算计了 但她灵消可不是束手待毙的人 更何况这些保镖 最强的也不过就是半步阴阳镜 十层力量修为的舞者而已 她又怎么可能会怕 十多个人围过来 灵消脚下一踏 如同踏跃流星一般 瞬间消失 在出现的时候 人已经到了那个窃贼的身旁 她将那窃贼直接提了起来 冷声问道 是谁让你陷害我的 说出来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否则 我让你全家不得好死 嘿嘿 老大您怎么不认识我了呀 咱们一起 混了十多年了呀 那窃贼嘻嘻笑道 咔嚓 啊 啊 惊呼声在天龙商行内响起 因为那窃贼的右臂 被灵消气气泄了下来 窃贼惨叫不断 额头上冷汗直流 灵消根本就不跟她废话 还是那个问题 回答我 老大 我 啊 这一次 窃贼的话还没说完 另外一条胳膊也掉了 你知道人质是什么东西吗 别惹恼了我 否则多少钱都买不回你的性命 灵消音冷的声音传到窃贼的耳朵里 恐怖的杀气在虚空之中弥漫 窃贼终于失禁了 是周 话说到这里 突然一枚银针从人群之中射来 不过并未射中窃贼 被灵消一箭挡住 钉在了附近的柱子上 是周吹那混蛋啊 他居然想要杀了老子灭口 那个小混蛋 窃贼终于大声骂了起来 算你识相 这两条胳膊还给你 及时接上去 还能恢复 滚吧 灵消冷漠地看着窃贼道 那窃贼转身 急忙窜出了人群 灵消回头看向了天龙商行那个女的道 她的话 你都听清楚了 我怎么知道 你们是不是串通一气的 女人还在找事 好 你说我窃去你们天龙商行的东西 把证据拿出来 否则的话 我的手段你也见识到了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灵消冷漠地看着这个女人 事情她都已经说清楚了 那窃贼也承认了 这人居然还要来针对她 你刚刚去药铺干什么 女人问道 你脑子没进水吧 我去药铺 自然是买药 灵消淡淡道 可是我看你去的都是许多珍贵药材的铺子 那些东西 那里的东西都非常昂贵 你有钱买吗 女人耿着脖子 似乎认定了 灵消是贼 木子 还不住口 就在灵消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个中年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灵消扭头看去 不由瞳孔猛然收缩了一下 这个中年人的修为 他竟然看不透 他的太极眼都看不透的人 修为真的非常恐怖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3章 天龙商行 高级贵宾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这个人的身体之中释放出来 这家伙 可比那莫菲宇厉还多了 掌柜的 木子吓了一跳 他还真没见过这位掌柜的 像今天这样生气的 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不要以貌取人 更不要随便怀疑 一个客人 你就不长脑子吗 这位掌柜的看了木子一眼 冷漠地说道 这位贵客在咱们的药铺花费 已经够得上出击贵宾资格了 出击贵宾 木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出击贵宾要求顾客一次性消费 超过十万下品零食 即便是在整个八仙郡城 也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啊 就算是三大家族里面 能一次性拿出十万下品零食的 也并不多 所以 天龙商行这贵宾卡 真得是不容易拿的 那一瞬间 木子看向林霄的眼神完全变了 急忙恭恭敬敬地道歉 对不起客人 对不起客人 都是我不对 都是我狗眼看人低 对不起能值几个钱 林霄淡淡道 这位贵客 在下林丰园 是这家商行的掌柜 鉴于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您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愿意公开道歉 并返还您两成的货款 您看如何 那中年男子想了想到 这人还是很会做人的 其实出击贵宾 根本没有资格得到掌柜的亲自接待 不过林丰园还是出来了 在八仙郡城 出击贵宾 都算是非常高档的存在 他可不敢怠慢 行了 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 刘掌柜 咱们可否借一步说话 林霄今天来天龙商行 除了购买药材之外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办 那就是给神典和他的师父原尊 寻找蕴养灵魂的天才地宝 他之前在商行里面看过了 有倒是有 但品质都太差了 根本派不上用场 所以就想问问这刘掌柜 看看他有没有 昔日灵霄与云雅公主的交易 也都是暗中进行的 早就习惯了这一套 好 贵客您请 林丰园知道自己今天可能是遇到大主顾了 虽说暂时还不知道这年轻人的身份 但一次性拿出十万下品零食 那绝非等闲之辈啊 而且方才表现出来的实力 在这个年龄段 也显得非常突出 这样的人 绝对是他们要笼络的 林丰园和林霄离开 木子才深深呼出了一口气 如果那林霄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 那么 以掌柜的林丰园的脾气 他木子今天肯定要遭罪了 进入贵宾间 林霄直接开门见山地 将自己想要的东西说了出来 高品质运养灵魂的宝物可不好找啊 林丰园皱了皱没到 零食不是问题 我知道你们天龙商行有这个能力的 林霄淡淡道 那好 不瞒小兄弟 最近我们天龙商行 还真得刚得到了一些运养灵魂的宝物 而且品质相当好 不过所需的价钱也是惊人 林丰园说道 多少 林霄问道 那是一种运养灵魂的宝石 只要佩戴在身边 那么最少也能用一个月时间 可以长时间运养灵魂 所以这价格嘛 一块十万下品零食 林丰园试探性地说了一个价格 一块五万 你有多少 我要多少 林霄回答的也很干脆 嘿嘿 小兄弟倒是爽快 行 五万就五万 咱们就当是交个朋友了 我手上一共有十块这样的宝石 虽然林霄将价格直接对半砍 但林丰园并未继续讨价还价 因为这个价格 他依然是大赚的 为了不得罪林霄这个财神爷 他便答应成交了 林霄随手取出一张天龙卡 递给了林丰园道 这里面有一百万下品零食 你检查一下 然后直接扣除吧 贵客要不要半个贵宾卡 以后可以用更便宜实惠的价钱 来购买我们的东西 林丰园问道 初级贵宾卡我没兴趣 林霄摇了摇头道 不 我给您办高级贵宾卡 林丰园笑道 我们天龙商行 一直喜欢结交您这样 有前途的年轻舞者 高级贵宾卡 虽然不是我们天龙商行 最好的贵宾卡 但是以后购买所有东西 都可以打七折 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 这还差不多 林霄当然知道 天龙商行这么做的原因 昔日他跟云雅公主交易的时候 也没有达到顶级贵宾的资格 可依然是得到了顶级贵宾卡 后来更是直接晋升特级贵宾 这不是因为他在天龙商行花销多 而是因为他的某些资质 被天龙商行看中了 这一次也是一样 林丰园看中了他的潜力 想要结交他 所以才会让他成为 这八仙郡城凤毛麟角的 高级贵宾之一 您稍等 林丰园离开后没多久 便又重新回来了 手里头还拿着一张崭新的贵宾卡 另外还有林霄刚使用过的天龙卡 多谢 我还有些事情 就先走一步了 掌柜的麻烦 以后帮我继续留心 这些蕴养灵魂的宝物 有多少 我要多少 林霄站起身来 转身离开 林丰园甚至亲自相送 这一幕被木子看在眼里 更是惊恶无比 心中也是越发的后怕 幸亏自己刚刚没有伤到这个少年 不然的话 真完蛋了 掌柜的 他到底什么来头 等林霄走远了 木子才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什么来头 能依自信拿出一百万下品零食的少年 你觉得他背后会没有势力吗 我怀疑他可能是八仙山上八仙某个山主的人 林丰园压低了声音道 总之他以后就是咱们天龙商行的高级贵宾了 你见了之后 可千万要小心对待 莫要再勤慢了 属下知道了 木子也被吓住了 传闻中 八仙山的上八仙 非常神秘 外界支支甚首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上八仙一旦动木 整个八仙郡城 恐怕都要毁于一旦 没人能承受他们的怒火 知道了就去办事吧 以后把眼睛放亮点 千万不要再像这一次这样稀里糊涂了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可能连我都救不了你 同一时间 林霄已经回到了黑仙山上 风雨和风如都等在那里 林霄随手将买来的好酒 扔给了风雨道 这些酒花了将近一万下品零食 是八仙郡最好的美酒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4章 任务阴影 必死之局 哈哈 小子办事不错 以后师兄罩着你 风雨接过酒 一边喝着 一边就离开了 林霄冷漠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罩着我 哼 如此对我 还敢喝我买来的酒 看你真得是活腻味了 他在那美酒之中下了点东西 正是之前研制出来的生死梦幻散 因为风雨修为比较高 他还特意加重了药量 就不信这家伙不中招 在玄界 能杀人的不光是实力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他灵霄这药师也不是白当的 灵霄 这是一万下品灵石 就当是我帮三师兄还你的吧 冯如直接取出了一张天龙卡 准备把灵石画给灵霄 冯师姐 你这卡里 一共就三万下品灵石吧 还是你这么多年辛苦积攒下来的吧 给我一万 你用什么 灵霄摆了摆手道 我有的是灵石 所以师姐不用担心 还是说正事吧 我知道师姐今天来找我 应该不是为了这个事 冯如叹了口气道 让你笑话了 堂堂八仙山弟子 居然如此穷困潦倒 不过这也没办法 八仙山是按照修为提升的速度 奖励零时的 我的修为 停在这半步阴阳镜 十层力量阶段 已经很久了 罢了 不说这个了 还是给你说正事吧 两天后的任务 我帮你打听过了 可能会有些麻烦 麻烦 什么麻烦 灵霄皱了皱眉道 你的入门失恋任务 会是一个组队任务 届时会有高级别的舞者 陪你一起执行 冯如回答道 这很好啊 怎么就麻烦了 灵霄相信 冯如肯定还有后话 麻烦的是 宗门已经确定了 让你和沈冲 灵阳一起执行任务 冯如叹了口气道 沈冲 灵阳 灵霄忽然想到了 昨天晚上 灵若先问的那番话 他基本上都没有回答 或者没有同意 难道就因为这样 宗门打算放弃他了吗 诱惑者 还有别的原因 不过 灵阳不是杂役弟子吗 他怎么也能执行任务 灵霄好奇地问道 灵阳可是灵家的人 而且资质不错 他想加入下八仙山为徒 很容易的 目前 他被分到了沈冲所在的紫仙山效力 冯如说道 这宗门 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别看所谓体系完整 规矩严格 但实际上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人脉依然是重要的一环 我明白了 灵霄突然笑了笑 估计沈冲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做掉他 正好 他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把沈冲给做掉 反正在外面做任务 死亡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希望沈冲 灵阳 不要犯傻 不然的话 他是绝对不可能手下留情的 如今 他已经买到了所有炼制洞天灵源丹的药材 只要使用 突破到半部阴阳镜高级力量 是会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不起用地狱龙印 也能和沈冲一战了 如果起用地狱龙印 沈冲就该祈祷了 你就不担心害怕吗 冯如问道 担心害怕也没用吧 除非我选择离开八仙山 估计才有可能避免这场劫难 而我如果不辞而别 那就是背叛宗门 八仙山也不可能放过我吧 灵霄笑了笑道 有人想让我死 可我还死不了呢 对了 师姐 问你个事 任务的事情 灵霄已经不再去想了 反正宗门的安排 他是改变不了的 既然改变不了 那多想也没意义 沈冲想要找死 他不可能阻止 他现在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问吧 只要是我知道的 一定告诉你 冯如点头道 你可曾听说过 灵炎这个人 灵霄来八仙郡城的时候 拿了灵炎的身份牌 不过他没用 因为担心会出岔子 这个时候 他询问灵炎的情况 也是想打听一下 灵炎入室轮回之后 这八仙山的一些事 噓 没想到听到这个名字 冯如顿时脸色大变 急忙捂住了灵霄的嘴巴 压低了声音道 你想死啊 这个人的名字 在八仙山可是禁忌 不会吧 我调查过 灵炎应该是八仙山上一带的掌门人 灵霄看着冯如道 冯如四下里瞅了瞅 确认 没有任何人在 这才说道 你说的没错 灵炎是八仙山上一带的掌门 而且也是八仙山最杰出的天才 但是据说 他修为踏入轮回境之后 便被判了宗门 导致上一代副掌门 以及六位元老全部被杀 从此 这个人就被八仙山除名了 什么 听到冯如的话 灵霄无比震惊 这跟灵炎所说的 完全不一样啊 灵炎曾说过 他入室轮回之夜 被数个蒙面强者围攻 在清尽全力之下 才将那些人杀死 之后 他就进入了轮回 正因为有这件事情 所以灵炎也不敢暴露身份 始终保持低调 两种说法 灵霄自然更相信灵炎的说法 这八仙山看起来水真的很深啊 他还真不能走了 灵炎说起来 现在也算是他的好兄弟了 为他镇守羽化镇 他就应该把这八仙山的事情调查清楚 回到自己房间里 灵霄在房屋周围布置了阵法 而后开始炼制丹药 一个时辰之后 所需丹药全部炼制完成 他拿出去 给了陈鹤几枚 既然要让陈鹤跟着他干 最起码得给点好处 不然别人凭什么帮你 陈鹤也是入室轮回舞者 别看现在不怎么样 但日后的成就 绝对不低 陈鹤见到那丹药 自然是感动不已 虽然还谈不上赴汤蹈火 但是已经渐渐下决心 跟着灵霄一起干了 洞天灵园丹 而且还是完美级别的洞天灵园丹 即便是去天龙商行 也买不到的 灵霄却有 有了那几枚丹药 他突破阴阳镜 便指日可待了 赠药之后 灵霄就开始闭关修炼 两天之后 他踏出了草庐 面色红润 双目炯炯有神 显然是实力 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实力提升 这一次外出执行任务 也就更稳妥了 除非沈冲乖乖做人 否则的话 他一定要了那家伙的狗命 同一时间 陈鹤也走了出来 看得出来 他的脸上兴奋之色更加明显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5章 御风雄鹰 沈冲的算计 突破了阴阳境修为 陈鹤如今 在下八仙弟子之中的地位 也会高尚很多 他自然会非常高兴了 祝咱们都任务顺利吧 陈鹤冲灵霄拱了拱手 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要和周通一起去执行任务 应该还有别的山头的弟子 这有些人 也是用心良苦啊 知道灵霄跟陈鹤关系好 所以刻意将他们分开 不给他们联手的机会 对付起来 自然就更加容易了 此时冯如也已经来了 看着灵霄叹了口气道 你确定真的要去执行任务吗 其实完全可以选择放弃的 大不了重新做回杂役弟子 以你的能力 很快又能上来的 没那个必要 我这次退缩了 以后遇到困难 恐怕想到的 就只有退缩 那我这个人就完蛋了 如果是解决不了的事情 灵霄或许会选择退缩 可区区沈冲 还真没有那个资格让他放弃 也罢 那你跟我来吧 沈冲和灵阳 就在山下等着 冯如见灵霄去意已定 也不好再劝 随即带着灵霄 朝山下走去 一边走 一边给他介绍 这次任务的大概情况 这次的任务 从表面上来看 还是比较简单的 跟你们入门考核的第一关 有些关系 血枯寨的山贼 虽然大部分被杀 但却依然有人逃走了 这些人流窜到了北风镇附近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你们的任务 就是彻底将这些血枯寨的山贼灭了 北风镇的人解决不了吗 灵霄问道 恐怕不行 北风镇那边这一次 可以拿了重金 来巴仙山求助的 向来血枯寨的山贼 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所以你此去 不仅是要小心沈冲 还要小心这伙山贼 冯如提醒道 明白了 灵霄点了点头 虽然现在还理不出什么头绪 不过修为提升的他 却完全有信心 面对那些山贼余孽 而且他也很喜欢 那些山贼身体之中的魔种 那对于他修为的提升帮助 真得非常大 两人走下黑仙山 就看到一只巨大的御风雄鹰 蹲在那里 看到两人 御风雄鹰忽然扭过头来 发出了奸笑之声 哦 这御风雄鹰 应该是沈家专门饲养的妖兽吧 据说这御风雄鹰一出生 实力就有阴阳镜一层地狱 前期修为 完全成长之后 能达到阴阳镜二层地狱修为呢 我们这一次执行任务 就成做这东西 灵霄笑着问道 哟 这不是灵师弟吗 终于来了 没错 这就是我们沈家的御风雄鹰 这一次承蒙宗门器重 让我来协助你完成任务 所谓冤家已解不已解 之前发生的事情 可否一笔勾销 见到灵霄 沈冲笑眯眯的走了过来 虽然说的话还算中听 可是那假模假式的样子 真让人感觉到有些恶心 只怕我希望一笔勾销 某些人心里头却依旧怀恨不已呢 灵霄淡淡笑道 希望合作愉快 不要发生什么差错 不然的话 我怕某些人这一次是回不来了 沈冲脸色微微变了变 旋即又笑了起来 对冯如道 冯师妹 你就回去吧 难道有我在 你还不放心吗 我当然放心 北风镇也是我们八仙山的领地之一 那里有我们的人在 如果沈师兄实在遇到麻烦解决不了 完全可以去那里求助 冯如别看年纪不大 但是心眼却不少 他这么一说 分明是警告沈冲不要乱来 否则的话 八仙山很快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呵 冯师妹还真得是关心你这位师弟啊 可你别忘了 执行任务就有可能会死 谁都可能 沈冲根本就不在乎冯如的警告 他这一次 之所以能够跟灵霄一块出去执行任务 那当然不是他的本事 而是有人背后相助 这个人 自然就是墨飞宇了 以墨飞宇那种性子 怎么可能会吃了憋 还让灵霄好好活着呢 正因为如此 才有了这一次的任务 这是连灵若仙都干涉不了的 墨飞宇的能量 就有这么大 你 冨如心中有气 可却没有办法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力量太弱小了 根本保护不了师弟师妹 难道以前发生的事情 又要重演吗 他无奈叹了口气 感觉有些绝望 其实 黑仙山虽然以前出过叛徒 可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凋零 之所以如此 还是被人算计了 每一次黑仙山有新弟子的话 都会被人暗算杀死或者直接赶跑 他还清楚记得 有一个师妹就死在他的面前 他却无能为力 最后上报宗门 也不了了之了 原因无他 只因这下八仙山 就是三大家族的天下 除非你进入上八仙山 不然跟三大家族为敌 那纯粹就是找死 灵霄 你可不要死啊 冯如也只能暗暗祈祷了 好了 不要说废话了 都上御风雄鹰吧 沈冲第一个跳了上去 灵阳也跟着跳了上去 当灵霄准备上去的时候 那御风雄鹰突然间站了起来 拍打着翅膀 扇起了狂风 似乎是要将灵霄 直接派飞出去 沈冲你干什么 冯如当然知道 这是沈冲干的好事 这还没离开八仙山呢 沈冲居然就已经开始 对付灵霄了 这胆子可真够大呢 师姐 他奈何不了我 灵霄的声音传来 恐怖的杀意 骤然对准了那御风雄鹰 原本兴奋的御风雄鹰 直接就蹲了下来 而且身体还在不断地站立 听话就好 不然我连你一起杀 灵霄冰冷的声音响起 就那么站在御风雄鹰身上 而沈冲和灵阳则趴在羽毛之中 因为御风雄鹰飞行的时候 会有刚风袭来 如果不小心 真得很可能被直接从上面扔下来的 这小子找死 沈冲看着灵霄 暗暗冷笑 自己或许根本不用动手 这个白痴就要死在灵力的刚风之中了 他并不知道 刚刚御风雄鹰 为什么会突然间蹲下 让灵霄上来 如果他知道的话 估计就不会这么想了 八仙山某处山峰之上 可以清晰看到那在天空之中 翱翔的御风雄鹰 这样你就满足了 你的心眼 真得是比真眼还小 山峰上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人是灵若仙 他没有回头 只是带着几分无奈说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6章 会员金刚阵 恶毒的陷阱 随便你怎么说 我莫非与世不可能允许 有人敢违背我的 站在灵若仙背后 露出争宁笑意的 正是莫非语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自从输给了那个人 你整个人都变得偏执起来了 林若仙叹了口气道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灵霄 很像那个人吗 你现在这么针对他 迟早有一天 会遭到报应的 不要给我提那个人 他现在已经是八仙山的叛徒 莫非语冷笑道 而且 你以为那个灵霄 还能活着回来吗 沈冲杀不死他 林若仙摇了摇头道 我选他入门的 所以很清楚 这小家伙的天赋和能力 我也没指望一个沈冲杀死他 嘿嘿 你难道不觉得 这个任务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莫非语笑得更加争鸣恐怖 北风镇是你的老家 林若仙忽然间想到了 一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这个任务 都是一个陷阱 那么区区一个灵霄 还能活着回来吗 为了对付一个小孩子 你还真得是下了血本啊 林若仙看着莫非语道 你已经彻底堕落了 咱们以前的关系 从今天开始 彻底终止吧 我林若仙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言罢 他转身离开 看着林若仙的背影 莫非语英森的自言自语道 女人又算什么东西 等我掌控了整个八仙山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御风雄鹰的速度 实际上未必比得上 林若自身的速度 但坐在上面 就是舒服 从八仙郡城到北风镇 这一路上 林若一直提防着沈冲 不过这家伙 好像完全没有动手的意思 他可不觉得 沈冲突然间良心发现了 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或许此去北风镇 真得会是一个陷阱 但即便如此 林若也没有退缩的打算 从他开始学武到如今 每一次遇到困难 他都是迎难而上的 这才铸就了 他不怕艰辛的性格 和那可怕的毅力 只要不死 他就不会绝望 抵达北风镇之前 沈冲就将御风雄鹰收了起来 这种大家伙 在八仙郡城 或许不算什么 可是到了镇城 必然会引发很大的轰动 一旦如此 他们来这里的消息 也就暴露了 所以这沈冲倒也不笨 形势还算低调 踏入北风镇的那一瞬 林霄忽然间感觉到了 浓重的杀意 尽管这些杀意 已经被很巧妙地 隐藏起来了 可却终究无法躲过 他那强大的灵魂力 这北风镇 不太对劲 林霄暗暗小心 跟着沈冲和林仰继续朝着北风 阵阵守府而去 沈冲和林仰距离林霄很远 压低了声音交谈着 沈冲阴冷地说道 林仰 我知道你们林家跟那个林霄有点关系 但是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最好都闭上嘴巴 否则的话 恐怕连你都要死 林仰忽然间打了个寒战 他这一次被拉出来做任务 心里头就觉得不太对劲 沈冲哪有那么好心 怕是这一次 沈冲不光要杀了林霄 可能还要算计他们林家 让他也死在这里 如此以来 人们就会认为 是林霄杀了他林仰 而沈冲杀死林霄 就天经地义了 不仅如此 林家为了给他报仇 也必然会血洗羽化阵 这沈冲 还真的是够阴毒啊 林仰可不是笨蛋 想通了这些 但是他却没有说出来 如果让沈冲知道 他看穿了一切 那么估计立即就会被灭掉吧 放心吧林仰 只要你不乱说话 我保证 你不会有事 沈冲轻轻拍了拍林仰的肩膀 笑着说道 可在林仰看来 这家伙的笑容 简直如同猛兽一般 不仅阴沉 而且恶毒 那是能够将人吞噬的可怕笑容 莫家 来到镇守府门前 林霄发现旁边有一座大院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 那一瞬 他似乎明白了很多 为什么进入这镇子之后 就感受到了可怕的杀气了 莫飞鱼也姓莫 这个莫家 跟那莫飞鱼 恐怕脱不开关系 林霄 怎么不走了 沈冲回头看了林霄一眼 有些不爽地问道 你走你的路 那么关心我干嘛 林霄站在那里没有动 因为他有一种感觉 这镇守府 绝对不是好地方 气 让这小子察觉了吗 沈冲撇了撇嘴 随即挥了挥手道 行动吧 不用再等了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忽然间从莫家大院里面 跑出了许多舞者 这些舞者各个修为都很是不俗 最起码比羽化镇那些舞者强多了 当然 问题并不是这个 问题在于 墨家家主 同时也是北风阵阵首的墨元 竟然扔出了一枚炼阵石 而后只是片刻 林霄和林仰 就被困在了阵法之中 混元金刚阵 林霄认出了这个阵法 但是却觉得有些奇怪 混元金刚阵 本来应该是防御型的阵法 可以制造出强大的防御力 让外敌无法伤害到自己 墨家人这么做 究竟是为了什么 正当他困惑不解的时候 那混元金刚阵突然开启了四个通道 从那四个通道里面 爬出了四头猛兽 有三头实力达到了半部阴阳镜 十层力量 还有一头 竟然是阴阳镜一层地域 前期修为的实力 现在他明白了 墨家人要干什么 也明白了 沈冲为何一直在路上都不动手 原来陷阱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他往里面跳了 怎么办林霄 这沈冲一定是想让咱们都死了 然后让我们林家去对付羽化镇 林仰被算计 当然要跟林霄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了 他做梦 林霄冷冷笑了笑道 接下来 你一切都要听我的 否则我先杀了你 然后再去找沈冲算账 如果可能的话 他还是不希望杀林仰的 救下林仰 绝对比杀死林仰 对他的好处多 毕竟八仙俊成三大家族 他不能全都得罪了 跟林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是很关键的 我听你的 林仰点了点头道 看到林霄如此淡定 他也突然燃起了希望 莫非羽都杀不死林霄 那么林霄必然是有些真本事的 这一次 或许能够救他一起出去 只要出去了 他非让那沈冲付出代价不可 竟然敢暗算他 难道真以为林家无人吗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7章 地狱魔龙 以寿为食 给你分配一个 半步阴阳镜十层力量的妖兽 你对付得了吗 林霄问道 嘿 林霄你也别小看我 我虽然不如你 但也是林家的天才弟子 区区同等修为的妖兽 我绝对没问题 林仰笑道 那就好 你专心对付正东方向那头妖兽 其余三个 交给我就好了 林霄说完话 突然间身形一闪 如同踏跃流星一般 破空而去 只是一件 一头凶猛的妖兽 已经被切掉了脑袋 倒在血泊之中 原来 你这么强 看起来 我们所有人都小看你了 林仰震惊不已 别光顾着羡慕了 专注战斗 林霄呵斥道 明白 不知不觉间 林仰就开始听林霄的话了 或许是林霄那惊艳的一件 让他意识到了林霄的强大吧 人总是喜欢不自由地听强者的话 林仰也不例外 林仰开始战斗 林霄已经被那阴阳镜的妖兽追上 开始攻击 对付半部阴阳镜十层力量的妖兽 林霄可以轻松压制 但是以他现在的修为 要迅速斩杀阴阳镜级别的妖兽 还是有点困难的 更何况 现在他是被两头妖兽夹击 也罢 正好磨练一下新修炼的踏跃流星步 实战中 还没用过几次呢 在林霄和领养战斗的时候 混元金刚阵外 墨园冲沈冲拱了拱手道 属下拜见八仙山的沈冲大人 快快请起 您可是墨师兄的父亲 我在八仙山 可是得到了墨师兄的很多照顾 怎么感受您如此大力呢 沈冲急忙将墨园扶了起来 心下去有些惊讶 这墨园只是北风阵的阵手 修为却已经达到了阴阳境一层 低于中期修为 比他还要强一些 恐怕这都是墨飞羽的功劳啊 飞羽也真是的 让本阵出手 便可以轻易杀死那灵霄和灵养 犯不着动用混元金刚阵啊 这想看热闹都看不到 墨园似乎有些不太满意 混元金刚阵 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但是从里面却能看到外面 因为这本来就是防御阵法 对里面的武者 其实是有利的 被墨家改造了之后 倒更像是囚龙了 哈哈 墨镇手何必在意呢 我想墨师兄这么做 还是要仿着八仙山派人来调查 那个灵霄死了 当然没人在意 不过灵阳死了 灵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让他们死在妖兽的手中 那是最好的选择 沈冲笑着说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明白了 走走走 小老弟 不要管那两个废物了 最多半个小时 那两个小子必死 咱们去喝酒吧 墨园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终于是明白了 墨飞宇的想法 心里头也舒服了不少 酒桌上 墨园为沈冲 提供了北风镇最好的家酿 两人也渐渐谈起了 那血枯寨山贼余孽的事情 墨镇手 山贼的事情 是真的吗 沈冲问道 哎 不瞒老弟 山贼的事情的确是真的 那些家伙行踪太过诡异了 不然的话 我们也不至于对付不了 墨园叹了口气道 如今老弟来了 咱们两人联手 必然可以将这伙贼匪一网打尽 那是区区贼匪 秀为最强者 也不过就是半步阴阳镜十层力量而已 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当 这次任务的功劳 就是你我的 至于那灵霄和灵养 嘿嘿 他们只有去地狱等这个好消息了 沈冲笑了笑 这一次接这个任务 当然不完全是为了杀灵霄 在沈冲看来 杀灵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击杀血枯寨的山贼余孽 莫飞宇告诉过他 这活血枯寨的山贼余孽手中 有一套非常厉害的禁术 以西石人血来修炼 西石越多人血 修为提升就越快 而西石那些修为高盛的舞者的鲜血 修为提升更恐怖 莫飞宇的意思是 让沈冲把这秘籍弄到手 然后给他 但沈冲却有别的想法 那么好的东西 他凭什么要给别人 他自己用着多好 他才不管什么西斜 有多么恐怖邪恶呢 在玄界 从来就没有正邪之分 只有强弱之分 无论什么武学 只要能让舞者的修为提升更快 那么他就是西石珍宝 这才是沈冲来北风阵最直接的目的 莫震宇 那火人大概在什么位置 你有眉目了吗 沈冲问道 一想到自己可以得到那恐怖的绝学 从此修为不断提升 就算是莫飞宇和林若仙 也别想压着他 那种兴奋感 就让他失去了对危险最最起码的判断 当然 我们调查了很久了 可以确认 这火山贼 就在北风阵附近的荒山之中 大概位置我们都知道了 只是没有你们的帮助 很难堵住他们 这帮人太狡猾了 莫远点头道 好 既然如此 咱们立即行动吧 估计回来的时候 那两个小子也已经死了 沈冲站了起来 兴奋地说道 没问题 莫远站起来的时候 眼角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阴狠冷笑 只是沈冲一直想着那禁术的事 竟然根本都没有觉察到 事实上 就在沈冲和莫远谈论山贼事情的时候 那混元金刚阵内 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一件让领养终生难忘的可怕事情 四头巨兽 竟然被灵霄吃了 灵霄竟然化身为一头可怕的地狱魔龙 盘旋在混元金刚阵内 似乎是在吸收养分 佩佩 这味道可真不怎么样 可怕的地狱魔龙 将肮脏的东西全部拖了出来 似乎还不满意这四头猛兽的滋味 灵阳 啊 灵阳听到这可怕的巨兽 居然喊自己的名字 被吓了一跳 生怕被这家伙一口吞了下去 怕个屁 就你那体格 还不够我塞牙缝的 把你身上所有的零食全部给我 灵霄感觉到 自己在吞噬了这四头猛兽之后 体内力量震荡 似乎又有突破的迹象 原本那莫元想要用这猛兽将他杀死 却没想到 他直接把这些猛兽给吃了 尤其是那头阴阳静一层地狱前期修为实力的妖兽 似乎根本就没想到 灵霄会突然变身 想要反抗的时候 却已经晚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8章 覆灭墨家 惊人的秘密 好 这个时候 灵养什么都会答应灵霄的 别说是他身上的灵食 就算是他身上所有的宝物 他都会一个不留的给灵霄 因为他不想死 灵霄的强大 给了他太恐怖的印象 他已经不敢 有任何反抗的想法了 果然 不愧是灵家的子弟 灵食还是不少吗 差不多够了 灵霄笑了笑 把那将近十万下品灵食 以及一千左右的中品灵食 全部吞了下去 突破就要奢侈一点 不舍得投入 那是肯定不行的 说简单一点 修为的突破 就好比 要将一个又一个的湖泊填平 而填平湖泊的东西 自然就是能量 只要能量将这湖泊填平 再借助某些契机 便可以开启更大的湖泊 甚至是海洋 如此往复不断 能量永远是最关键的 啊 所有的灵食入腹 地狱魔龙 仰天发出了 嘹亮的龙吟之声 半步阴阳镜 十层力量到达 但此时此刻 灵霄的突破并未停下 这一次 吞食四头猛兽 带来的能量异常恐怖 突破之后 那巨大的湖泊 再度被能量填平 灵霄知道 自己该使用阴阳地狱单了 别人突破阴阳镜 只需要一枚阴阳地狱单即可 但入室轮回舞者 最起码得需要两枚 而灵霄 则需要十枚 才有可能突破 不过突破之后 他的力量 同样也是十倍的增加 比起其他的舞者 那强悍太多了 眼睁睁看着灵霄 将那珍贵的阴阳地狱单 随随便便就吞入腹中 而且一下子就是十枚 灵阳真得是非常嫉妒和惊讶 就算是他们八仙俊成三大家族 这种阴阳地狱单 也是极为稀罕的东西 他现在需要一枚 却怎么也弄不到 这东西 是有钱也难买的呀 想要吗 灵霄那巨大的龙头 俯视着灵阳 笑眯眯地问道 想 灵阳吞了口唾沫道 只要有了阴阳地狱单 他相信自己的修为 必然能够突破到阴阳境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我为什么要给你 灵霄笑着问道 我灵阳的命都是你救的 如果再得到你给的阴阳地狱单 我发誓会效忠于你 绝无二心 灵阳举起手发誓道 好吧 那么我就信你一次 灵霄将一枚阴阳地狱单 赐给了灵阳 对他而言 灵阳这个朋友是必须的 只要得到了灵阳的忠诚 那么他在八仙郡城 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 多谢 灵阳将丹药吞服 而后盘膝修炼 灵霄这个时候 也无暇去理会他了 因为灵霄能明显感觉到 阴阳地狱单的药效已经开始 这种丹药发挥药效的时候 会有一种森然的感觉 仿佛明河之水 直接灌进了经脉之中 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 内部经脉的创伤 也肯定会有 但这些都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正所谓不经历风雨 便不可能看到彩虹 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灵霄而言 这点痛苦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他的头顶 浮现出了一座恐怖的地狱之门 那是第一层 跋涉地狱的地狱之门 这扇地狱之门 比领养头顶的 大了足足十倍 不仅如此 恐怖的气息 也强大得多 灵霄能够感觉到 这地狱之中的一切 似乎都变强了 比一转之前要强大很多 如此说来的话 他的十八地狱符 和地狱剑法 估计威力也会更强了 这真得是很不错的收获呀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对灵霄而言 第二次突破到阴阳境修为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地狱之门中的诱惑和痛苦 丝毫不能 对他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反而在不断强化他的灵魂力 瘦 地狱魔龙的巨口之中 吐出了一个沉闷的人声 那地狱之门也被收了进去 灵霄闭上眼睛 感受着如今的修为 真的是有些激动 从轮回进入室轮回之后 这一路修炼到现在的阴阳境 看起来时间不长 但却非常凶险 如果运气不好 他可能在羽化镇就已经死了 入室轮回之路 真得不好走啊 但每突破一次 他都会发现 这入室轮回的巨大好处 他可以确认 同样修为之下 一转舞者比普通舞者强大 最起码两倍 而他灵霄则要更强 估计在十倍左右 同等修为的舞者 在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沈冲啊沈冲 你大概不会想到吧 费尽心思 把我困在这混元金刚阵之中 不仅没有将我杀死 反而还助我一举突破到了阴阳境修为 还有墨家 你们对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该做点什么呢 灵霄那巨大的龙口之上 露出了冷漠的笑意 干脆灭掉墨家吧 墨飞宇一定会非常意外吧 灵霄不想招惹任何人 但墨飞宇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杀他 这墨家的人更是动手对付他 要让他成为妖兽的腹中美位 不仅如此 一旦他和灵养都死了 与化镇的那些人也难逃一死 用心如此险恶 难道还要他灵霄有任何的同情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扭头看了一眼灵养 那家伙距离突破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 把墨家灭了吧 想到这里 他直接冲出了早被自己的师傅原尊破解的混元金刚阵 师傅原尊因为有了蕴养灵魂的宝石 现在也可以帮到他更多的忙了 当地狱魔龙撕裂混元金刚阵的时候 墨原和沈冲正好离开 前往了附近的荒山之中 不过墨家 还是有不少高手的 这些可都是墨飞宇的家人啊 啊 地狱魔龙发出了咆哮 可怕的黑色火焰 喷吐在墨家大院和镇守府之上 瞬息间惨叫上连绵起伏 一场绝对的末日 在北风镇墨家开始 这一切 就是因为墨飞宇对灵霄的杀心 还有墨家人对灵霄的杀意 灵霄从不杀无辜之人 可是 如果有人要杀他 他自然不可能同情怜悯 火焰燃烧之中 灵霄突然间 看到几个行踪诡异的家伙 从那黑色的火焰之中逃了出来 他们之前应该是在镇守府的地下室之中待着的 这些人的手腕上 竟然都有血红色的骷髅印记 魔影门 血枯寨 灵霄在血枯寨的山贼和魔影门的人身上 都发现过这种印记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199章 荒山 莫老三 真有趣 看起来我杀得没错了 想不到这莫家竟然和魔影门勾结在了一起 这真得是意外啊 这个事儿 灵霄都觉得不可思议 堂堂八仙山上八仙弟子的家人 竟然是魔影门的人 至于莫飞宇 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 灵霄还真无从去猜测 不过 既然遇到了魔影门 他自然是要把这帮家伙 斩草出根的 看着那帮家伙 从火焰之中窜出逃走 灵霄就知道这些家伙实力不俗了 魔影门的人 还是有两下子的 灵阳 我回来之前 把莫家给我全灭了 要是我回来之后 看到还有一个活口 那你就不要活了 灵霄嘱咐了灵阳一句 而后便恢复本体 朝着那些魔影门的人追了上去 那些人是直奔荒山而去的 很显然 这附近的荒山之中 应该还有他们的另外一个巢穴 毕竟镇首府在镇子之中 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还真是没法干的 灵霄一路并未动手 而是悄悄跟在后面 让这些人帮自己找到了血枯寨的老巢 然后才将这些人一一干掉 小子 你是干什么的 就在灵霄毁尸灭迹 准备前往血枯寨里面的时候 突然间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灵霄抬头一看 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修为在阴阳境一层地域前期修为 这个修为 如果放到之前 或许在灵霄看来 已经很强了 但如今 他却丝毫不放在眼里 莫老三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心中有些哑然 血枯寨的老巢非常隐秘 一般来说 只有血枯寨自己人才知道 这少年怎么发现的 算了 不管他是怎么发现的 先杀了再说 莫老三得到了墨原的命令 但凡靠近这荒山一里地之内的 除了自己人之外 全部格杀勿论 小子 算你倒霉 碰到了我莫老三 我会让你死得非常痛苦的 他冷冷一笑 浑身气息释放 背后五魂虚影释放 竟然是一只血红色的麻雀 虽然五魂很小 可是释放出来的杀气 却一点都不弱 但莫老三还是没料到 他这恐怖的气息释放出来的一瞬 对面那少年竟然已经动了 在他的眼中 化作了一道残影冲了过来 什么 莫老三吓了一跳 这少年果然有古怪 没想到 身法竟然如此之好 不会是某个世家大族的子嗣吧 想到这里 莫老三的表情 就变得更加凝重起来 在他看来 就算是世家大族的子弟 面对他这阴阳进一层地狱修为的武者 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还是先活捉吧 之后再好好审问一番 如今魔影门正需要新人加入 这小子年纪这么小 身法就这么好 说不定还能成为魔影门不错的人才呢 然而 他这番想法刚刚形成 还没来得及去做任何事情 他眼中的残影 却消失不见了 少年就凭空在他的眼前消失 他惊恐地扭头四处去找 没有 到处都没有 他心中惊恐到了极致 终于明白 自己可能遇到了惹不起的麻烦 就在这种想法诞生的一瞬间 他就看到了一只手 白皙 但却恐无有力的手 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 一枚不知道是什么药物 被塞进了他的嘴里 饶命 少侠饶命啊 莫老三惊恐地大喊着 但是因为脖子被掐住了 所以声音有点变调 听起来非常可笑 林霄将莫老三扔在了地上 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刚刚想要杀我 没 没有 我怎么会杀您呢 我是莫家的莫老三 我是来这里寻找血库寨的那些山贼的 莫老三曾经用过同样的理由 骗过了很多误闯此地的高手 几乎每一次都成功了 这一次 他也打算顾忌重施 他猜想 眼前这个年轻人 可能是某个大势力的子弟 到处游历 巧合之间来到了这里 只要他好好应对 最起码是能保住小命的 他却不知道 林霄听到他是莫家人的一瞬间 就动了杀心了 莫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光是企图杀他 而且竟然还是魔影门的爪牙 他想要杀了莫老三 不过想了想 不过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这莫老三仍旧是有用的 虽然他找到了血库寨山贼的老巢 但怎么进去 却没有头绪 如果有这莫老三带路 那就方便多了 放心 我不会杀你的 林霄冷笑着 看向莫老三道 不过 你也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了 你们莫家跟血库寨的山贼 应该都是魔影门的爪牙吧 不 不是 莫老三怎么敢承认这个 要是让别人 知道他们莫家是魔影门的爪牙 就算眼前这个少年不杀他 估计八仙山都不会饶过他们的 还不承认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叫林霄 是从八仙山来执行任务的三个人之一 不过你们莫家似乎想要我的命 但可惜没有成功啊 林霄冷笑道 你们莫家大院都被我抄了 那帮血库寨的山贼也被我全杀了 你觉得你这样的谎话还能骗得过我 什么 莫老三心中充满了惊骇 之前对付林霄的时候 他并不在场 而是在这里看守老巢 但林霄的事 他却听说过 莫元刚刚路过的时候告诉他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混元金刚阵 困不住林霄 四头猛兽 竟然也杀不死林霄 大事不妙啊 是不是想着去给莫元报信啊 林霄冷笑道 我劝你就不要多想了 刚刚我给你吃下的那枚丹药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莫老三打了个寒战 他一直就忧心 那东西是什么 这少年果然提出来了 那个叫三师灭魂丹 以灵魂力控制的毒丹 只要进入你的体内 我想让你痛不欲生 你就会痛不欲生 林霄淡淡道 莫老三似乎不太相信 林霄轻笑了一声道 看起来你不怎么相信啊 那我就让你试试 这三师灭魂丹的威力吧 言罢 他念头一动 莫老三突然间疯狂地惨叫起来 身体里面就好像被无数的蚂蚁撕咬一般 那种痛苦 让莫老三简直想要去死 停下 停下 我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莫老三跪在地上 身体都在不断抽搐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2200章 魔影门 令人恐惧的组织 莫老三恨透了林霄 如果有机会解读 他一定要让林霄生不如死 但现在 他必须得忍着 绝对不能在林霄面前 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否则的话 这会儿死的就不是林霄 而是他了 很好 看得出来 你是个实趣的家伙 林霄淡然道 你们血枯寨里面 现在有几个阴阳镜高手 他们在干什么 有 莫老三刚要回答 却被林霄打断了 你最好不要撒谎 你的谎言 逃不过我的双眼 看着林霄那冷漠的笑意 莫老三心中越发没底了 他本来想要说几句谎话 糊弄林霄呢 可林霄这么一说 他有些不敢说谎了 想死的话 你就说谎 林霄那双眼睛 仿佛阴笨的眼睛一般 死死盯着莫老三 让莫老三下意识地就说出了实话 这种人 为了自己的小命 就算是最亲近的人 也是可以出卖的 阴阳镜修为的舞者 一共有三个 家主莫元 阴阳镜二层地狱修为前妻 莫老二 阴阳镜一层地狱 巅峰修为 血枯寨三当家 阴阳镜一层地狱 后期修为 另外 沈冲那个白痴 被骗到了血枯寨老巢 估计这会儿 应该已经宣誓加入了我们魔影门了 所以确切地说 有四个人 莫老三回答道 很好 你没有说谎 林霄能够确认 这莫老三的确没有说谎 对手的实力 比他想象中的要强 不过那又如何 他如今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阴阳镜 比之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些人加起来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如果那沈冲当真加入魔影门 倒是好了 正好给他一个除掉沈冲的理由 这样回去 如果宗门问起来 他也好回答 诸杀魔影门的歹人 不光没有罪 还有功呢 想到这里 林霄看向了莫老三道 走吧 带我去你们血枯寨的老巢 如果你乖乖听话 我可以给你解药 毕竟你是莫家人 我还想用你们跟莫飞宇做交易呢 莫老三听到林霄的话 自然不敢有丝毫反抗 他想得很简单 林霄就算再强 面对莫元 莫老二和血枯寨三当家 以及沈冲的围攻 那绝对是必死无疑的 只要林霄死了 他就能从这家伙身上 找到解药了 而且 魔影门高手如云 能人众多 他相信 只要他继续效忠魔影门 就算得不到解药 那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解毒 只是时间问题 小子 你等着吧 今天我莫老三算是栽在你的手里了 但你千万不要高兴 太早了 此去血枯寨老巢 便是你的死期 说起来话长 实际上莫老三的脑内活动 不过一瞬而已 他想些什么 林霄一点都不关心 林霄非常清楚 这莫老三不可能老实的 不过无所谓 等找到了血枯寨老巢 这莫老三的死期也就到了 可以走了吧 林霄冷声问道 当然 我现在小命都在你手里捏着 你还担心什么 莫老三站了起来 发现身上已经不疼了 估计这体内的三尸灭魂丹 还真能由林霄控制 如果可能的话 还是把这小子活捉吧 敢给他莫老三下毒 他一定不会让这小子好过的 莫老三走在前面 林霄跟在后面 两人朝着血枯寨老巢的方向走去 说实话 林霄还真庆幸抓了莫老三这个家伙 不然的话 这血枯寨的老巢 真得太难找了 这个荒山怪石灵巡 丛林密布 有很多洞穴 如果没有人带着 那么想要找到血枯寨老巢的准确位置 最起码得花好几天时间 林霄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 少侠 已经到了 您看到前面那个瀑布了吗 瀑布的后面 就是我们在北风镇的二号巢穴 专门用来养血猪的 莫老三突然停下了脚步 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瀑布说道 血猪 林霄愣了一下 这个名词倒是新鲜 他以前还真没有听说过 哦 就是攻击我们吸血的人 这些人实力大多不错 被我们养起来 供我们吸食鲜血 莫老三回答道 听到莫老三的话 林霄直接开启了太极眼 透过那瀑布 他看到了后面果然有一个洞穴 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了 虽然只是山洞而已 但其奢华程度 却丝毫不亚于任何的豪宅 这魔影门的人 还真够奢侈的 林霄冷笑道 少侠说笑了 我们现在还不算是魔影门的人 只是外围而已 莫老三摇了摇头道 所以少侠 您还是饶我一命吧 大不了 我们跟魔影门断绝关系就是 外围 什么意思 林霄好奇地问道 这么给您说吧 魔影门实际上人数很少 只有一个门主 以及十大长老 他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宗门 甚至我怀疑 他们的门主 就是别的势力的大人物 门主直接控制十大长老 而十大长老 则会发展自己的下限 发展下限的过程中 他们会以各种名目来进行 比如说收徒 比如说 让对方在魔影门里面 担任职事之类的职位 再比如金钱 地位 还有以这些人的把柄 进行威胁等等 总之名目繁多 但都是假的 魔影门除了门主和十大长老 都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 你知道这么清楚 还甘心 做他们的外围 林霄冷冷问道 还是利益驱使啊 魔影门给每个人都构筑了最为美好的前景 抓住了每个人心中的欲望 而且上升渠道非常明确 只要我们干得好 就有可能一路晋升 从外围到镇城直市 郡城直市 省城直市 一国总直市等等 甚至最终做到长老 替换其他的长老 墨老三解释道 听到这番话 林霄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魔影门还真是厉害啊 竟然范围如此之大 危害如此之广啊 林霄本以为 他们只是在八仙郡行事 却没想到 整个玄武大陆 可能都是这魔影门的巢穴 他们不断发展下线 就像病毒一样 扩散蔓延 而门主和长老 基本上从来都不会亲自露面 狡猾至极 你听说过一个叫魔疯子的人吗 林霄突然问道 这个魔疯子 据说是魔影门的内门弟子 但现在看起来 似乎传言有点不太真实啊 本章完